董事长 新一期的十一项目已进攻 请您过目 下秘书 我要和林一龙回他老家芸汐村见未来婆婆 近期公司的事就全权交给你处理吧 董事长 那芸汐村可离咱们北城距离三千多公里了 您真要驾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吗 现在交通这么发达 距离倒就不是问题了 您人生地不熟的 万一受了委屈 连个依靠也没有 您觉得真的值得吗 当然值得 这么多年接近我的除了图权 就是图钱 林一龙认为我是个普通员工 还真心待我 女孩的嫁人 不就是图丈夫真心对待自己吗 可是咱们从事集团是北城第一大企业 需要您 图事长 喂 林明雪 我到火车站了 就等你了 好 我马上到 董事长 你就别再劝我了 我这时间也来不及了 我要走了 那我给您安排私人飞机路途遥远 这样您坐得舒服一些 不用了 林一龙还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我们坐火车就行 你把公司管理好 对了 你再给我准备一套农村的衣服 嗯 妈 这我哥怎么还没回来 这算算时间 你快到家了吧 哎妈 你说我哥找着城里媳妇会不会很挑剔 看不上咱们农村人呀 他敢 等会啊 给他来个小马威 我让他知道 为人媳妇 婆婆就是天 对妈 让他知道知道咱们林家也是有家规的 哎 这就是我家了到了 好 哎我我提着吧 那边走 走吧 妈 我和叶雪回来了 哥 你回来了 快快 快走 往这儿坐 嗯 哎妈 儿子你可算回来了 阿姨妹妹你们好 你就是英雪啊 进了我们家不改口啊 哦 阿姨我呀给你准备了好多礼物 这刚要拿出来呢 这么多的东西 你就让我儿子一个人拿呀 嘿妈 我是个男人这怕啥 对了 也许给你买了好多礼物 对妈 你看 这呀是我从国外给你带回来的 是香薰 你这是周死吗 哥 你老婆也太不懂事了 这香是给死人用的 你们想周妈死吗 我我我 我 这 儿子 你这媳妇是想我命长啊 你这媳妇是想我命长啊 哎 妈 不是的 这香薰呀 可以改善环境还能去除运会呢 重要的是他还能安神助眠呢 你这是想我们农村又当又臭吗 你没事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吗 妈 你误会盈雪了 现在啊 城里人很多人都在用这个 这是盈雪特地买来孝敬您的 我不管 反正我们这个村送下就是不吉利 叫到这就遂这样的规矩 少拿城里那套来忽悠我 妈 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 我不是有意的 我看你还狂不狂 嗯嗯 妈 盈雪的叫不值得不怪 这一路啊快把我们累死 来一下坐 哎哎一龙等一下 怎么 想我们农村脏 不敢揣我们的凳子啊 啊 没有吗 哼 一龙啊 这次回来都不要回去了 妈 我和盈雪啊 在城里都有自己的工作 这次回来也是请假回来的 哎呦 你不是说他就是一个小职员吗 能挣多少钱呢 城里的消费又那么高 听我妈的话 你就给他一起回来 盈雪 你也不想这一龙压力那么大吧 好的妈 听您的 听您的 一龙 我没说好 这次回来就醉几天的呀 盈雪 咱先答应着 你省得他啰里啪嗦的 你别忘了再说了啊 先听妈的啊 好了 就这么定了 盈雪 快去做饭吧 我儿子中车劳顿 一定是饿了 啊 做饭 哼 妈 看来我这个未来的嫂子 在城里娇生惯养惯了 来到农村人都不想干活了 不是的 妈 我是真的不会做饭 女人不会做饭 你嫁什么人啊 小语啊 你少说两句 妈 盈雪第一次来 让他做饭 不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的 我看挺合适 程盈雪 以后家里的饭都是你做 啊 啊什么啊 还不赶快滚去做饭 好吧 哎 盈雪 给我坐那 男人 就得有个男人的样子 就是哥 你现在拿不住他以后都拿不住 哎呀 我这我 我这 我这该怎么做呀我 程盈雪 你要死啊你 我我我我 快点 妈 哎呦 程盈雪 你嫁到临家一年了 你干活干活干不明白 你肚子肚子没个动静 对 我们老林家 这是招了什么孽了 取了你一个 好吃男做的东西 妈 啊 我 行了 一龙在城里大工 你今天给他做点好吃的 给他补补 老嫂子 感激回来了呀 哎呀 你看看 不愧是城里来的媳妇 这都嫁过来一年多了 还细品内肉了呢 现在好 嘴到了晴晴 不过是你的骨淡薄点 应该不好生养吧 是啊 老嫂子 你这媳妇儿娶回来的一年多了吧 这肚子怎么没点动静啊 老嫂子 你这城里来的儿媳妇该不会下蛋吧 我们家的儿媳妇年初才进门 现在都快生了 别瞎说 我儿子工作忙 但是没有要 哎呀 忙什么忙呀 老嫂子 我看肯定是你的儿媳妇的问题 生孩子 我和一龙自由打算 再说了 这生孩子也要讲究缘分的 老嫂子 你这儿媳妇的脾气还挺大的 我也是为你们好 她还给我傻脸子呢 我没有 你嘴 我老林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哎呀 老嫂子 你看别生气 我呢 正好有一个偏方 甘致 不孕不育 还能保证给你送孙子呢 真的吗 什么偏方 给我说说 当然了 来 按照照上面的儿 回去拿了土 到药引子 保证你抱个大孙子 来 好 我这回气就饿 妈 这土怎么能喝呢 应选 你城里来的不懂 这是我们的土方子 黑款用的 赶紧和你妈去喝药去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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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哎 夏秘书 你说我们这次来芸汐村董事长 能跟我们回去吗 一年前董事长为爱放弃集团 远嫁到芸汐村 听县人说 那家人对董事长一点都不好 这次我一定要劝董事长回去 哇 陈应选 医药给你搞好了 喝吧 妈 我不想喝 而且我真的没有病 陈选 听手一句话 喝了你就能生大胖小子了 我 赶紧喝 我们林家的香火 可不能断送到你的手里 生不出来孩子 给我儿子 给我儿子离婚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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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 陈应选 快去给你孙子切西瓜 等以后啊 生出来孩子还得感谢你的孙子们 好 啊 啊 妈 我肚子疼了 我们老林家 怎么娶了你一个后腿蓝色的媳妇 让你干点活 你就肚子疼 我起来 妈 我没做 我是真的肚子疼了 妈 这不会真出什么事了吧 我看他都快死了 哎 不可能 你可别乱说 我告诉你啊 这偏方绝对没问题 吃不死人的 可能啊 干净中暑了 太矫情 别管他 咱们走 小语 我求你送我去医院 打死了别碰我 小语 谁来救救我 一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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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他有个城里媳妇 又有福气 我看呢 不见得 说实话 腾影学 真比不上冬花嫂子家的小丽啊 是啊 老嫂子 我们家小丽啊 也老大不小了 绝对好生养 今年年底啊 他要再给我生不出来个孙子 你就让他跟我儿子离婚 让小丽当我的儿媳妇 你们谁呀 你们干什么 哎 你们怎么随便闯入别人的家呢 程小姐今天要是有什么三车两短 我让你们全部陪葬 程小姐 他到底是什么人 他到底是什么人 程小姐你醒醒啊 医生他怎么样了 哎 你们干嘛呢 怎么能动别人家的媳妇呢 翻开他他没事 哎呀 这么天理了 这光天之花人 这下还打人呢 你再多说一句话 你试试啊 哎呦 这造孽啊造孽 妈 妈 妈 怎么了这是 一龙 他们四次穿进我们家 他还打人 你们是什么人 放开一旋 程小姐都快病死了 你还问怎么了 他为了你原家千里 你就这么对他的吗 一旋 你没事吧 一旋 旋人食物中毒 需要马上催促 我现在需要扶到房间 哎 真麻烦 哎 妈 你到底给一旋吃了什么 哎 我没给他吃什么呀 他就是中暑了 别听男人瞎说 妈 我进去看看 哎医生 我老婆怎么样 没事 身体有点虚 以后好好照顾就行了 好 妈 春雪他不会有事吧 你怕什么 能有什么事了 就在城里人身多 哎呦 你看他这阵势 刚才差点吓死我 怕什么 该吃吃该喝喝 万一他要是死了咋办呀 死了正好 让你哥呀 娶你小李姐 哎妈 你看那些男男女女 还有穿黑衣服的那些人是谁呀 哎 估计呀 你哥的绿帽子早戴上了 夏正 这边没你们什么事了 你带着人先回去吧 好的董事长 老太太我们就先告辞了 希望你为陈云雪好一点 呸 什么熊玩意 看得给个驴毛跪影 就是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是个鹦鹉呢 驴鱼过来 好嘞嘛 陈云雪死了没 小雨 你这是怎么给嫂子说话呢 小雨 你不能这么说你嫂子 她是个好女人 哼 我就这样 我都现在这个样子了 你还不愿意放过我吗 妈跟我说了 你还没死的话 就下地干活去 你 你欺人太深了 哥 你就等着被戴绿帽子后悔吧 你们 你们怎么能这么对我 我食物中毒 你们不给我叫医生 幸亏我朋友来帮忙 要不然 我就死了 我们哪知道你那破身子那么差 别人吃了那土方子 还能生个大胖小子呢 救你不行 这难道都是我的错吗 当然是你的错 要不是你那个肚子不争气 我妈至于累死累活给你找偏方吗 还花我哥的钱 我哥挣了俩钱容易吗 都给你花身上 我我没有花过林一楼一分钱 小雨 刚才那个医生啊 没说我钱 对了 你嫂子刚好 你去给老二珠喝 要我给他熬粥 要不我去熬粥 你在这看你嫂子 行行行 我去 对不起 谢谢英雪 让你受苦了 没关系 只是你别让妈再给我弄偏方了 这孩子的事情急不得 这还要扣缘分 不会啊 我不再让妈给你弄偏方了 让你吃 让你吃 给你 程英雪 好了吃饭 谢谢你啊 小雨 英雪 喝点吧 哎呦 到底是城里人 吃个饭还得让人喂 一楼 我自己来吧 哎 我的手 我的手 程英雪 你就是故意的对不对 不 我不是的 英雪 你没事吧 你就是故意报复我 我辛辛苦苦给你熬的粥 你不想吃也就算了 还把它打翻 我不是 小雨 你不要胸口陪人 我的手 在切菜的时候 我不小心伤到了 高菜打药的手 烫到了 所以才打翻的 什么 英雪 你的手受伤了 程英雪 你就是个心机表 你故意打翻他的 我们人家造了什么年 娶了你这么一个媳妇 哥 妈都生病了 你也不关心关心她 只关心你老婆 黎龙 你先出去看看妈吧 好 小雨 我的手 你能不能帮我拿一下药膏 没有 我们家的药膏就那么点 哪有你的份 老嫂子 冬花家的小丽 明天回来 说是要办个接风夜 咱们一起去帮忙呗 是吗 那是好事啊 走 咱们去帮忙 哼 听到没有 我哥青梅竹马的陈丽姐 要回来了 你呀 连人家一根汗毛都比不上 陈丽 青梅竹马 喂 夏秘书 帮我查一下陈丽 是 对了 夏秘书 你怎么知道我出事的 我不放心董事长 雇了人 混在村子安装保护你 你有不方便的事情也可以随时喊小田帮你 我稍后把他的联系方式发给你 好 好 那公司这边你多注意 是公主 我永驾幸好没告诉家人 哎呀 小丽他妈呀 小丽在城里混得不错吧 那当然了 你也不看看是谁姑娘呀 哎 那不是小丽他妈回来了回来了 哎呀 我姑娘回来了 妈 我回来了 哎呀 莉啊 你可想死妈了 快回家 哎呀 莉啊 你可真给妈长脸呀 开这小车车就进村了 哎呀 小丽啊 你可真要不起 年纪轻轻的 都开这么好的车 不像他们家零楼的习惯 坐大巴克就回来了 屁死我了 干死的城市 就死人了 是吗 桂花婶子 我伊隆哥也回村了吗 是啊 小丽 前几天 你伊隆哥呀 还问起你了 哎 那不是零楼吗 旁边那个就是他同理的习惯 伊隆哥 好巧啊 我回村 你也回来了呀 哦好巧好巧 伊隆哥 你过来呀 人家好久不见你了 跟你说会儿话 快来呀 哦好好好 伊隆哥 你又变帅了 这位是 我介绍一下啊 这边是我的妻子 陈永玄 我带她过来转 你好 听说啊 你还是城里人啊 这皮肤看起来也不怎么好呀 都说这城里人皮肤好 我觉得 你还没我这个村里人皮肤好 我只是生病了 所以看上去有些憔悴而已 小丽啊 小丽啊 人家棚里来的姑娘 可浇惯了 这都来了一年了 还水土不服呢 呦 什么水土不服啊 我看呀 就是不孝顺 这打工在外 常年不回家 这猛一回来 能不水土不服吗 我 我没有水土不服 我 我我 行了行了 你怎么成英学 你还不想丢人呢 赶紧不回去 看见你就烦 妈 你别那么说英学 哎 一龙你别喝马草 我回家就是回家等你 哎 你别走呀 我桂花婶子 就是直心肠 没有坏心眼 你这个做晚辈的 怎么跟她一般见识啊 哦 我没有生气 既然我婆婆不想看见我 我就不惹她心烦了 哎 看看看看 还是咱村里的小力董事 定学啊 你看你的脸都拉了下来了 还没生气呢 我我真的好了好了 今天是我的接风宴 我也不想让一龙哥为难了 你呀 就跟着一龙哥 在我家吃点好吃的吧 一龙哥 我们走吧 你拉我老公干嘛呀 快来 一龙哥 来 你就坐这 大家随便坐啊 我坐这里不合适吧 一龙就坐小力旁边 对呀 来来来大家坐 来 坐坐坐坐 一龙哥 你是嫌弃我吗 不不不 我没那个意思 我没那个意思 哎呀一龙 你和小力那么长时间没见面 聊聊天怎么了 英学嫂子 我和一龙哥在一起说说话 你不会不愿意吧 哎 我什么都没说 你们怎么都怪我呀 哎 英学啊 不是我说你 在我们座里当媳妇啊 不能这么小心眼的 也不是大家怪你 是给你讲清楚 毕竟啊你们城里人瘦多啊 就是就是城里人就是屁事多 哎呦 哎呦 现在你就别说英学了 是我绝对不合适 呦 林一龙 你怎么这么怕老婆呀 英学啊 你这老婆当的也不太合格呀 既不能给人家林家生孩子 又不能给人家带来钱财 哼 城里人瘦 你看沈子们怎么说你的害不害臊 这 这明明是我和林一龙的私事 你们怎么能随意谈论别人隐私呢 哎呀 一龙哥 你看英学嫂子 怎么这么不经说呀 他叫了咱们村 又得遵守咱们村的规矩 看他也太不懂规矩 你 你这就是挑拨零件 嫂子 你可真是误会我了 我这不都是为你好呀 你敢对天发誓 说你自己都是为了我好吗 够了 陈英学老娘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哼 活该 对嘛 好媳妇啊 就有什么教训 英学啊 小弟说的没错 你远嫁到我们村啊 就得听我们村里人的话 还得对我们村里人啊尊敬 妈 我到底做错什么了 你要这么对我 还有你们这些人 就是巴不得我们家鸡犬不扭 哎 你怎么不是好歹呢 陈英学 你还敢盯嘴 妈 过了在外边 英学 你也少说两句 留个面子 别给妈盯嘴 就是啊英学 别生气嘛 桂花婶子 大家都消消气 我给大家都带了礼物 你们快看看喜不喜欢 哎呀是嘛 小丽啊 不愧是我们村的人 就是懂事 就是 我女儿啊可优秀了 桂花婶子 你快看 这个呀 是我专门为你跳的金手镯 哦对了 还有一件衣服呢 你快看看合不合适 哎呀真好看 小丽啊 你这镯子 我也喜欢 妈 这镯子得一万块 这衣服也得八千块呢 哎呀是吗小丽啊 你可真大方 哎呀老嫂子 你可真有福气 这东西和你儿媳妇给你的 比起来如何呀 嗯 春香婶子你就别提了 当初承认雪 第一次来村里的时候 就给我妈送了几个破点心 难吃死了 哎呦 是吗 陈云玄 你对你婆婆啊 怎么这么抠啊 不是的 那些都是国外进口的营养品 这么一小盒就要一万呢 切 你就骗人吧 我们虽然是出了个大 但是我们也不傻 营养品 不就是和牛奶差不多吗 她能过到哪里去呀 就是 你说你比不上我女儿 我们又不会怪你 你怎么还撒谎啊 哎我没用 李一龙 你倒是解释解释呀 你就是说的对 那些是 别了 你就是说谎 少拉我儿子 小丽啊 你这桌子 沈子喜欢可好看了 沈子 你喜欢就好 我就想着能让你和李一龙哥高兴高兴 哎呦 小丽啊 你这话说的怎么像新媳妇讨好婆婆呢 沈子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 呦呦呦 还害羞了 你说你是不是还惦记着一龙呢 春夏嫂子 你这是说什么呢 你们作为林一龙的长辈 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我才是林一龙的老灰啊 哎呀 一龙哥 你看他又生气了 你放心 我不会打扰你们生活的 小丽啊 你不会打扰他们的 你常去沈子交粉 沈子给你做你最爱吃的凉面 哎呀 沈子 你对我可太好了 英雪 你不会介意吧 小丽姐 你就不用管他 就是啊小丽 你来的必须来的时间长 我妈说的对 我们家还不用看一个外地媳妇的眼色 妈 我 我毕竟才是林一龙的合法妻子 她不就是给你买了金手镯吗 我也可以 陈英雪 你是生病病糊涂了吧 你知道在说什么吗 我陈丽姐在城里开美容店的大老板 年薪几十万 你一个臭打工的 别以为在城里就是千金大小姐 就是 陈英雪 没看出来你这么喜欢吹牛啊 我没有吹牛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不再可以送得起 我还能送得起更贵的礼物呢 行了行了 陈英雪 你再胡说八道 我打死你 妈 我真的没有胡说呀 陈英雪 你得别逞强了 咱俩一个月工资才几天块钱 你上哪弄钱去买比一万块钱金手镯还贵的礼物呀 李一龙 我真的没有骗你 我说的都是真的 一龙哥 我看陈英雪就是想用你的积蓄买吧 什么 陈英雪 你个败渣子 你没本事就算了 你还想脸着我的儿子 我告诉你 有我在 别想动我儿子的一帽钱 妈 你别听陈黎胡说 我自己手里有钱啊 哼 你有钱 我看你就是吹牛 既然你们不相信 那我就证明给你们看 到时候你们要为误会我 给我道歉 好啊 你现在就证明给我们看 我到时候要看你怎么收场 老嫂子 你们家这个儿媳妇 真是丢人丢到家了 就是 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经几两 他敢跟我们小利比 妈 李一龙 我真的没有吹牛 我想证明我自己 行了行了 你也别一副可燃兮兮的样子 又不是我们逼你去证明自己的 你要想证明自己 那就赶紧的 陈英雪 你要是敢耍我们 让我们老林家丢人 我要你好看 妈 我不会的 你相信我 我现在就给我朋友打电话 喂 夏政 我要给我妈 还有村里人送一些贵重的礼物 你挑一点 给我送过来 那送我们城市集团旗下珠宝店 价值28,800的项链 可以吗 好 就送28,800的项链 我没听错吧 他春香婶子 你就听他吹牛吧 他一个臭打工的 一个月也就两三千块钱 他能买得起两万多的项链 婶子 我说的都是真的 桂花婶子 这英雪真有钱呢 哎 陈英雪 你是不是吹牛 妈 疼 疼 放开我 妈 我真的有钱买 一会就给你放过来了 哎呀 到这个份上了 你还吹牛啊 哎呀 莉莉 这些家门不休 我帮她弄回家 好好收拾收拾她 走 哎妈 你轻点好啊 妈 你轻点妈 妈 沈子 不如咱们上英雪家看看 她婆婆怎么修理她的 哎 这个好呀 走 走 走 我进去喝 哭什么哭 下雨 我靠靠地揍她 让你在那边丢人 让你在那边丢人 放开我 干什么了 请问你是陈英雪小姐吗 有人托我给你送了礼物 哎 他真有人送礼物呢 这个人不是一年前来我们出的吗 对啊 他怎么能给陈英雪送礼物呢 陈英雪啊 你一个有父之父 怎么还和村里的光棍有联系啊 沈子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们不要误会 我是他朋友夏中的弟弟 今天我哥有点事 让我把礼物送过来 是吗 一龙哥 你这媳妇还真是挺有本事的 虽然人在咱们芸汐村 竟然还有本事 让别人帮她买礼物呢 陈丽 你 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 李一龙 夏正你也认识啊 上次我快病死的时候 就是他帮的忙 哎哟 话虽如此 但是 陈英雪啊 你毕竟是我一龙哥的老婆 说话做事得注意影响 咱们村里的村民民风淳朴 可比不上你们城里人 玩的花样多 陈丽 你说话这么阴阳怪气的 什么意思 哎哟 桂花婶子啊 你看我说这些不都是为了陈英雪好吗 你看她竟然还质疑我 陈英雪 小李说错了吗 作为我们林家的媳妇 以后你就注意影响 少和那些逛姑来往 妈 您说什么呢 我只是想证明自己 我并不比这个陈丽差 还拜托朋友给我买礼物的 你怎么能说这个话呢 哎 陈英雪 你不是说要送比小厉还贵的礼物呢 你的项链呢 小田啊 你这里面有两万多的项链吗 这陈小姐都说了肯定有 嘿 我可不信 你一个跑腿的你知道什么呀 陈英雪还肯定买不起 既然你们大家不相信 小田 你把礼物发给大家 你看看就知道了 好了 好 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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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脑子有病吧 一口一个陈小姐 他哪来的小姐命 陈英雪 你听人家这么喊你 你也不怕折兽 小雨 我毕竟是你嫂子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对我说话 小田还要只是随口一说而已 这去存活 真不知道董事长为什么留在这里 你们不相信 现在可以把礼物打开看看 妈 比您的应该是最贵的最好的 你打开看看 天哪 天哪 好大的翡翠 我还没见过翡翠呢 这肯定不是真的 不就是一串珠子吗 我在城里见多了 这呀 就是玻璃仿制的 一串也就不到十块钱 不是的 这就是真的 你们胡说 陈英雪 你真当我们村里人都没见过世面是吧 我可告诉你 我陈丽在大城市待了那么久 什么好东西没见过呀 哼 哎呦 你看看 这翡翠上面 都有裂纹了 婶子 这一看 就是假货呀 陈丽 你不要在这里挑拨利剑 这翡翠也会有裂纹呀 你们大家不要听他胡说 对 谁告诉你们啊 翡翠没有裂纹 你们这些土老毛 懂什么 你是他朋友的弟弟 你肯定会帮着他呀 婶子 你可千万别相信陈英雪 他就是骗你的 好啊你个陈英雪 我们老林家的脸都被你丢进来 妈 我没用好啊你陈英雪 月雪 你还给咱妈最大的项链 你就是想看咱妈出丑 哎呦 婶子别生气 来 先坐下 妈你看 果然像小丽姐说的那样 都有裂纹了 你们懂不懂翡翠 翡翠 就有裂纹 你算哪根葱啊 还敢质疑我们 哪有你这个外乡人说话的范 对 你这个外乡人 赶紧滚出去 小田 你先走吧 我没事的 好吧 哎呦 哎呦 程英雪 你朋友的弟弟还真听你的话呀 沈子 一龙哥 难道你们就不怀疑 这程英雪他的私生活吗 程英雪 你是不是做了对不起林一龙的事 妈 程英雪 他就是胡说八道 林一龙 快过来帮我解释解释呀 你对我儿子 你凶什么凶 妈 你别瞎想 夏政的确是英雪的好朋友 在成立大功的时候 帮了他不少忙 妈 你不相信我 总该相信林一龙吧 哼 谁知道你是不是连我哥也给骗了 我都解释过了 你们为什么都不相信我 哼 程英雪 你送的礼物是假的 还和别的男人不清不楚的 我们芸汐村可容不下 你这种败坏名声的女人 对啊 我女儿说的是 她审的 我看这种沙谎败家 还生不出儿子的儿媳妇啊 还是趁早休了吧 对呀 可不能让她继续啊祸害林一龙了 妈 我都解释过了 这林一龙也说了 我是真的没有做对不起林家的事情啊 你给我闭嘴 你的孙子们说的对 你生不出孩子的女人 要你干什么 你今天没做对不起一龙的事 不代表你明天做不出来 对啊 林一龙啊 你啊 等被她欺负了之后才后悔 听我们的啊 没错 赶紧跟她离婚啊 跟小丽结婚才行啊 对 小丽结婚才是跟我哥牵生一对 陈应雪 你配不上我哥 哇 够了 妈 你别再说了 我是不会和她离婚的 我相信应雪 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情 你个逆子 你要气死我啊 妈 我和应雪才结婚一年多 你怎么让我们离婚呢 好好好 你有理 我着急了 行吗 妈 妈 一雪 一雪 来 走 好 好 你个陈应雪 都和别的男人不清不楚了 一龙哥还不和你离婚 到底给一龙哥灌了什么迷婚汤了 行了 乖女儿 别生气了 不就是一个黎一龙嘛 咱不要了 妈那给你找个更好的 妈 我不要我就要一龙哥 那陈应雪哪里比得上我呀 小丽姐 你放心 我和我妈肯定会站在你这边的 她一个臭打工的哪比得过你 你比她好一千倍呢 这老人家还真是家没主性 娶了一个这么不重要的媳妇 我看就是得好好教训教训她 对 春香沈子说的太对了 这陈应雪就是该好好教训教训了 诶 小雨啊 你一会儿陪我去镇上一趟 咱俩商量点事 嗯 好 诶 这俩孩子干啥去 哎呀 别管他们了 走吧 阿禀叔 里边请 哎 您快点 哎 好 阿禀叔 您当心脚架哈 哎好好 小丽姐 你可真是太聪明了 想了一个让人装成成 陈应雪图存的人 说她是客星单星的一个好办法 那当然 我都不相信 睡成了成这样啊 这陈应雪能不费修 说您坐来 哎好好好 慢点啊 哎 闺女 我跟你说好了 这件事 我给你办成了 要给我五千块钱啊 嘿嘿嘿 叔 您放心 只要这事给我办成了 这五千块钱啊 少不了您的 哎 您呢 就别瞎操心了 我小丽姐 可是城里的大老板 还能少了您这五千块钱啊 阿禀叔啊 这待会儿啊 您要怎么缺德 咱就怎么说 一定要把这陈应雪说的 把他说成个灾星 让家里把他赶出去才好 哎 你你放心 呃 放心 哎 妈 你快出来呀 妈妈 快 哎 该咋了 火力火力啊 出大事啊 我在路上遇到的这位阿禀叔 他说是成佑雪同村的 他说咱们家被灾星缠上了 李宇啊 你胡说什么呢 什么 咱家有灾星 什么呀 成佑雪 你真是不要脸 啊 自己克服自己的家人 还埋着林家 嫁给他们 你 破坏他们家的祖上应得 成佑雪 你怎么这么恶毒啊 这个人 不能留 你 你是成佑雪的同乡 成佑雪 克服了他的家人 妈 这还了得我们得赶紧赶走他 妈 我不认识他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这么无名我 好你个没良心的 我可是你阿禀叔啊 你小的时候 我还抱过你 你现在 装着不认识我了 我 你胡说 我们家根本就没你这样的天气 阿禀叔 你说的是真的 成佑雪 他就是个灾星 对 就是他 这个灾星 来你们家 是不是一年多了 一直怀不上牌子 他和人你们 一直生气啊 对对对 你说的就是真的 成佑雪 你果然是个灾星 妈 这个人说的话不可信啊 我不认识他 什么 这个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的阿禀叔 他的话你不能信啊 滚 有看 有看 你是被这个灾星 迷坏了眼睛 阿禀叔 我求求你 你把这个灾星给我带走吧 我的儿子 你被这个灾星迷坏 连妈都不认识了 你放心 只要你们要他离坏 我马上带他离开 绝对不要他坏害你们家了 保证你们家越来越好 陈英雪 赶紧给一龙离坏 我们家 可过不起你这座大佛 妈 我是不会和一龙离坏的 这些都是明信 你怎么能相信这些鬼话呢 陈英雪 你怎么这么坏心肠呢 你是不是就像看我哥 被你祸害成乞丐 你还满意呢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只不过 我和一龙好好的 怎么能因为这个人的一句话 我们就离坏了 陈英雪 你滚不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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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这不是文件迷信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过一边去 你做的很对 这个灾星啊 就应该这么教训 趁早把他赶走 你们家 就安宁了 你儿子也会听话的 阿炳叔 我和你无冤无仇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哼 灾星 你害人不浅 死到临头 还这么嘴硬 我不是灾星 你到底想要什么 为什么这么攻击我 你少对阿炳叔大呼想叫的 你看看你这个破目样子 你还不是灾星 哎呦 沈子 你们这是怎么了 我过来给你们送点吃的 嗯 这个女孩儿 红光满面 一看就是有福之人 一定会给你们家 带来福气的 哎呦 是吗 小丽啊 小丽啊 沈子没有看错你 一龙啊 小丽才是给我们家带来福气的人 阿炳叔 您说我是有福气的人 是真的吗 嗯 我阿炳从来不说谎话 一看 你福气大着呢 阿炳叔 你是不是和陈丽认识 陈丽 胡说什么了你 就是 你这个在京 在我外村里 就学会了胡说八道 哼 你们真的以为我陈丽是傻子吗 陈丽 你敢摸着良心一样 你不认识这个所谓的阿炳叔吗 沈子 你看陈丽 陈丽 你快闭嘴 陈丽 陈丽 你咱气不咬喻 看我吃了你的嘴 妈 明明我带着你的儿媳妇呀 呸 我就看不上你 我就忠于小丽 陈丽 听到没 你呀 不讨沈子的喜欢 还不识相点 让你滚 哼 记住了 我是不会把你一龙离归的 你们就死了这条心 嗯 嗯 这个灾心啊 不服管教 作为他们同村的长辈 我替你们叫醒叫醒他 呃 劳烦你们帮我把他安住 好呀阿炳叔 哎放开 哎 妈 我可不能乱来呀 哎别动 放开 我叫醒完美的时候 大男人给我出去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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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妈 妈 放开 妈 小语 我真的不是温馨哦 你 不对 给我五十三个女 哎 哎 阿炳叔 你这千万别对他留情啊 对 这个灾心 给我们离家生不出孩子 害得我们离家 差点端子绝尊 咱们不能想过的 爸你开门啊 你不能乱来呀 爸 爸 放心 我会好好教训他的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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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们 你们一定会早报应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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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妈 你在干什么呀 我告诉你 林一龙 今天 必须和英雄选离婚 要是不离婚 我跟一端就猛子关系 哥 你可不能犯糊涂呀 咱妈年纪大了 她得为你操心 林一龙 只要你和陈一龙离婚 我不会嫌你而婚 我会嫌给你的 那就好 那就好 林一龙 赶紧去离婚 妈 我不会把林一龙离婚的 我能证明 能证明这个阿炳叔他能说谎 哼 程英雪 你在胡说什么 阿炳叔怎么可能会说话 程英雪 我看你就是想祸害了一龙 才不和他离婚的 你想给我诋毁阿炳叔 赶紧给一龙离婚 别逼着我杀你 好 既然你们说我是灾星 那可以让我和阿炳叔 单独说几句话吗 我也想知道 我这个灾星以后要怎么活 好 只要你和一龙离婚 我也不拦着你 找阿炳叔帮忙 好 我答应 英雪 你 这是你说的 不许反悔 小雨 小李 咱们去吃西瓜 我告诉你 英雪 他愿意找阿炳叔 让他去找吧 走 来 来 你干嘛呀 你根本就不认识我对吧 你 你什么意思 你 就是荒汗村里的男性 现在也没有人 你不要再装了 你就是陈丽找来的骗子 你 你胡说 我可没有 你放心 我也不是要拆穿你 我只是想让你帮我一个忙 嗯 嗯 你 你想干什么 陈丽给你钱了吧 嗯 嗯 你不用说 这一看 就给的还不少 我 不是那种看钱的人 嗯 了解 看到钱 你就不是人 你个灾心 怎么给我说话呢 我给你一个挣钱的机会 嗯 你这也不瞎呀 听到钱 这俩眼珠子比我多大 嗯 你能给多少 我能给你 比陈丽给你更多的钱 但是你要帮我证明我不是灾心 还要帮我赶走陈丽 这怎么行 陈丽 可是我的乖侄女 哼 我的挚爱亲朋 得夹钱 那当然了 陈丽给了你多少钱呀 一万 哼 小钱 我给你五万 我给你五万 什么 你骗我的吧 你一个奴才人 怎么有五万 别说五万 就是五十万 我现在也能给你拿出来 喂 夏秘书 董事长 陈丽的消息 我已经查到了 陈丽她的美容院倒闭了 而且这个女人 私生活非常不见脸 没有脸了 才跑到农村的 原来是 原来如此 阿兵说 待会儿啊 你找个机会 把陈丽破产的事情告诉村里人 还有她污蔽我的事情 看看她会不会自己说 如果她不说 你再把这件事情说出来 这个是心意 我给家钱 哼哼 我看你又是想欠杂了是吧 哎 别别别 我干我干 哼 你只要帮我把这件事情办好 帮我把陈丽搞定 钱嘛 我再给你翻呗 你可是最早 走 走 妈 你看我丽丽姐多羡慧啊 嗯 哟 出来了 出来好 林一龙 赶紧给程英雪离婚 哎 程英雪 是不是 要和我林一龙哥哥离婚了 赶紧收拾东西滚蛋 妈 您放心好了 我是不会和林一龙离婚的 陈丽雪 我就知道你不会和我离婚的 哎 你耍我 你怎么能吃饭呢 是你说了跟我儿子离婚的 程英雪 你个臭不要脸的 你怎么说话还在书呢 妈 我不是在心 阿炳叔他也承认了 他是认错人了 什么 啊 我认错人了 我错过你儿媳妇了 嗯 哎 说什么呢 程英雪不是灾星 我们明明 哎 陈丽啊 明明什么呀 说出来 说话 别只说半句呀 你管我说什么呢 程英雪 你到底使了什么招 让阿炳叔突然改了主意 阿炳叔 你说呀 说实话 这程英雪 他到底是不是灾星 你这个小丫头 我都说了 我认错人了 你怎么还要换个晕雪呢 你 妈 这下你该相信我了吧 我不是灾星 这一次你不会让我和黎一龙再离婚了吧 你胡说 程英雪 你要不是灾星 怎么可能这么长时间不怀孕呢 哎 对 小丽说的对 阿炳叔 你确定 程英雪不是灾星 他为什么生不上孩子 呃 这个 生孩子这个问题啊 得得随缘 嗯 妈 阿炳叔都说认错人了 这下你总该相信了吧 不能听程英雪的话 我看这个阿炳叔 说话也不靠谱 妈 就该让他跟我哥离婚 取小丽姐 嗯 啊 小语说的对 我看 这个死瞎子 一定是被程英雪 收买了 你个死瞎子 程英雪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 啊 你说呀 你说呀 啊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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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女王啊 明明是你花钱顾我 陷害程英雪的 你 什么 你闭嘴 你已经打我了 我还闭嘴 你这个老爪子 我 是陈丽 陈丽的 是他花钱顾我 来陷害你 这个 陈丽雪的 什么 陈丽 太过分了 一龙哥 你听我说呀 老爪子 你们家儿媳妇 是个好姑娘 这个陈丽 不是个王子 啊 看我要说 他还打我 我都告诉你们 陈丽 我问你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我怎么 说不出来了 而且 我还告诉你们 这个陈丽这个外星 在城里开的美容院 倒闭了 这个生河 和不解解 被人接着打 才跑得浓湿来的 哼 小丽 你破产了 婶儿 你别听这瞎子胡说 陈丽 这个阿炳说 可是和你一个地方来的 她说的话 怎么会有错 陈丽雪 你胡说什么呢 婶儿 林一龙 事情不是她说的那样的 小丽姐你真的破产了我 我没有 我阿炳 不会说谎 这个陈丽 就是破产了 现在 连五百块钱都拿不出来 你死了你这个死瞎子转 陈丽 既然你说阿炳说再不说 那你就证明自己啊 你现在给小雨转一千块钱 我们大家就相信你 陈丽雪 我凭什么证明给你看啊 好啊你 和这个死瞎子勾搭 欺负我是不是 你们都不得好死 小丽姐 反正你也没破产 你就证明一下自己 给我转过来 我又不坑你 这个蠢货 这个阿炳叔怎么知道我破产的 这 这我怎么拿钱啊 我现在身上 连三百块钱都没有 小雨 看来你陈丽姐 不相信你啊 转给你一千块钱 她都不乐意啊 陈丽 你什么意思 难道我林雨在你眼里 就是探小便宜的人吗 小雨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可别让陈丽雪 挑拨我们的关系啊 小雨 我没有再挑拨你们的关系 陈丽 你还是赶紧赚钱吧 我 我的手机坏了 而且我的钱都在卡里 现在 你拿不出一千块 没事 反正我们家离得这么近 现在我跟你去拿 不能让陈丽雪 小看我们 我 不用这样吧 小雨 我 小雨 她都这么拒绝你了 你还相信她没破产吗 陈丽 你这么支支吾吾的 难道你真的破产了 你回农村 真的是为了躲占 我 我告诉你们吧 这个陈丽 陈丽 在城里 是臭名远扬 我们都叫他在兴 守不住财 我们都躲着他走 哎呀 妈 陈丽名声这么臭 你说 他要是和林一龙走的这么近 会不会村里人说闲话的吧 这 哟 我儿子的名声 肯定不能受连累的 陈丽 你赶紧给我走 以后不能来我家 对 就应该这样 不 沈子 你们不能这么对我 这个死瞎子 他在说谎 他根本就不是我他城里的邻居 他是我和小语 在城里雇来的 我就是你邻居 就连小语这个小姑娘 都被你骗了 你就是破产了 你胡说 小语 你快帮我说的话呀 这个骗子 是咱们花钱雇来的 小语 陈丽说的是不是真的 我 我不知道 妈 我看肯定是这个陈丽 怕以后被村里人排挤 他故意说阿炳叔是假的 再说了 阿炳叔要是假的 又能怎么准确的说出 陈丽破产的消息 对 我告诉你们 陈丽 破产的消息 马上十里八吹都知道了 小厉 我算看错你了 给我滚 小语 你少给我姑娘撒舞上脚的 干脆吃吃吃吃吃 阿炳叔 现在真相大白了 我希望你把陈丽家的事情 尽快的告诉村里的每一户 好说 记着我们说好的事情 小语 我还是希望你以后把眼睛擦掉 不要再费这个陈丽就不谢了 叶雪说的是 小语 以后你要离秦丽远一点 行了行了 陈丽雪 你少一份小人得知的嘴脸 还想教训我 下辈子吧 哼 好了陈丽雪 我女儿还忍不到你来质责 别以为今天小丽这个事 我就对你有点改观 我告诉你 今年年底 你要给我生不出个孩子 你就跟我儿子离婚 妈你怎么 我怎么了 我老了 我想报告孙子 我有错吗 我饿了 陈丽雪 请给我做饭 丽雪 妈其实也没什么坏心思了 我知道了 我去做饭 妈 小语吃饭了 我去做饭 你吃饭了 不是 我吃饭了 我今天被你们折腾的一天了 你做这菜 你还活不活日子了 妈 我就是想让你们吃的好一点 让你们吃个热口饭 你的意思 是我想吃这好东西了 妈 我不是这个意思 妈 应雪做都做 您要是不想吃 我就把昨天的隔夜饭拿出来 让娘娘吃 隔夜饭让应雪吃 隔夜饭咱们吃 小雨吃饭了 好隔夜饭我吃 小雨吃饭了 你喜欢吃隔夜饭 小雨 还不来 妈妈 我男朋友要来咱家 小雨 你什么时候叫男朋友 大哥也不知道 我男朋友可厉害了 那可是城里的大领导 真正的城里人 不想乘下去冒牌会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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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时候叫男朋友 我男朋友可厉害了 哎呀 大领导 这干啥的呀 妈 我男朋友可是城市集团的董事长 年薪好几百万呢 城市集团 董事长 没错 那可是大公司的董事长 城英雪 你个臭打工的 你是沾了我的光 才能见到这么大的领导 小雨 你确定你男朋友 是城市集团的董事长吗 可是据我所知 这城市集团董事长 可是个女儿呀 城英雪 你什么意思 你是记得我对不对 你怎么能知道 城市集团的董事长是男是女 小雨 我说的是真的 你千万别清楚呀 不要被骗了 城英雪呀 城英雪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我男朋友就是城市集团的董事长 你再乱说 我让我男朋友饶不了你 哎呦 我我死 你个臭打工的 哥 好好管问你一份 哎呀 亲爱的你到哪了呀 喂 亲爱的你到哪了 亲爱的 我到你们村口了 你们家在多少号 二百五十号 二百五十号 行 我马上到 记得过来接我啊 咱们家这豪车 一定要大家都知道知道 那必须的 我和我妈还有我哥 都在门口等着你呢 行嘞 老嫂子 你家这是来贵客了呀 那当然了 这是我林雨的男朋友 城里大公司的大老板 呦 大领导啊 怪不得开这么好的车啊 老嫂子 你们家真有福气 哎呀 亲爱的你到哪了呀 喂 亲爱的你到哪了 亲爱的 我到你们村口了 你们家在多少号 二百五十号 行 我马上到 记得过来接我啊 咱们家这豪车 一定要大家都知道知道 那必须的 我和我妈还有我哥 都在门口等着你呢 行嘞 老嫂子 你家这是来贵客了呀 那当然了 这是我林雨的男朋友 城里大公司的大老板 呦 大领导啊 怪不得开这么好的车 老嫂子 你们家真有福气 哎呀 快 你这牵手 亲爱的 来了 走回家聊 来来来来刚坐 来里边坐 哎呀亲爱的 男朋友开豪车穿名牌 你还有什么质疑的 并不是所有开豪车的都是有钱人 骗子也是会用各种手段来骗人的 大胆 你一个村姑敢置于我的身份 我堂堂城市集团董事长 怎么会骗人 就是程庄全你就是嫉妒我 我没有小玉 我是真的为了你好 你嘴 王总 你可是我们的贵客 来别给他一般见识 吃菜 吃菜 好 妈 城市集团的董事长 是个女人 这个王刚 很有问题 你还说 还说我打死你 打死你 打死你 一龙 这个小羽真的被骗了 你 你一个小小的村姑 竟然敢质疑我 要不是看在我女朋友的面子上 你怎么这么毁地 我才打死你 我才打死你 程雁雪 你敢惹我男朋友生气 我查死你 小羽 你太过分了 我只是为了你好呀 你家王总 是你至于了吗 你就是活该来打 妈 小羽 你怎么能打人呢 再怎么说他给你扫的呀 这是为你好 哥 程雁雪就是嫉妒我 你还向着他 你就是被这个狐狸精给迷了眼了 这个林宇 虽然长得好看 但是 是个傻逼 这个程雁雪 看来不能小瞧 他怎么知道 程氏集团董事长是个女的 看来 我得好好讨好林宇跟他妈 这样 才能骗他们的钱 哎 大哥 女人啊 就是这个形状 你也别惯着你老婆 看看吧 阿姨跟我的小羽 气成什么样了 哥 你看我男朋友多有风度 都被程雁雪这个村姑 质疑成这样了 都没找他麻烦 哎 玉玉啊 我能包容他们俩 那还不是因为你是我的贝贝吗 哎呀讨厌 不要当着我妈和我哥的面 说这么肉麻的话 阿姨啊 大哥 我未来还是要跟小羽结婚的 今天第一次登门 给你们配点玻璃 不贵 就百八十万 哈哈哈哈 哎呦 王总 你真懂事 让你破费了 真不好意思 哎 阿姨 我们马上都是一家人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哎呀 这么大一个古董花瓶 亲爱的 跟电视上一模一样 亲爱的 你真实货 这个一百八十万 古董花瓶 一百八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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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认许 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看 这古董可价值百万 你有什么资格质疑我男朋友 小羽 你男朋友 奉了这个古董花瓶 是假的 承认许 你在胡说什么 承认许 你奉了吧 叶雪 你别闹了 你怎么知道是承认 哼 承认许 你一个村姑 有什么证据 证明我这话评是假的 因为真的 在我朋友下证那里 哼 你胡说 我的明明就是真的 你朋友 你一个村姑 能有什么厉害朋友 妈 你看承认许 他就是存心不想让我好过 他就是看我男朋友不顺眼 我男朋友要是生气不要我了 我可怎么办呀 承认许 你非要闹了这个家 既全不赢你才开心吗 妈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想保护小羽 我想让他被这个骗子给欺负了 阿姨 您看看我 这一升名牌 门口的豪车 我怎么可能是骗子 哎呀 王总 你肯定是傅少爷 我们相信你 就是妈 这个承认许 就是承认许 就是承认想把我男朋友给替走 人家大老远来看咱们 还送这么贵重的礼物 他竟然说是假的 你可要为我做主 小羽 我真的没有骗你 这个葫芦花瓶 他就是假的 你给 妈 你们 你们怎么就不信呢 我可以证明的 好啊 你个承认许 我一直不发胃 你拿我当病毒 是不是 既然你说 你能证明我的花瓶是假的 那我给你个机会 但是 你要证明不了 立马给我跪下磕头道歉 对 跪下磕头道歉 以后还得给我当牛做马 我让你往东 不能往西 好 我答应你们 哎 叶雪 你们孩子实际证明真的是假的呀 别担心 我有办法 哼 你就吹牛吧 妈 小羽 你们相信我 我不会恨你们的呀 这个王刚的身份 很可疑 你看阿姨他们信一信 程佑雪 你就做吧 这个头你刻定了 亲爱的 程佑雪啊 这个村姑 想出手 那咱就让他出 我不会出手的 王刚 我一定会证明你的东西 是假的 喂 瞎子 你带余老先生过来一趟 这里有个古董花瓶 是假的 你让余钱先生过来帮我鉴定鉴定 好的 董事长 妈 小羽 你们应该认识余钱先生吧 余钱 这个名字 我这么熟悉啊 程余雪 你在卖什么关子 你想说什么 我 余钱 那不是电视上 那个古董花瓶的专家吗 哦 对对对 我最爱看那个 古董花瓶的节目了 程佑雪 你的意思是 你的朋友 能把余钱先生请过来 对 妈 余钱老先生过来 一定能指出王刚的花瓶 是假的 程佑雪 你以为你是谁 你的朋友真有那么大的面子 还吹牛 程佑雪 你可真敢说呀 人家可是大明星啊 心里这种人 想请能请的来了吗 妈 我真的没有吹牛 余钱老先生 刚好是我朋友夏正的舅舅 以前在城里的时候 我们还一起吃过饭呢 程佑雪 你觉得我们就这么好忽悠吗 就你还和余钱老先生吃饭 你不看看你那个鬼样子 就是真搞笑 哥 你还是赶快趁早修了你这个疯子老婆吧 李一龙 你妹妹说的对 你这个疯媳妇啊 不配宅咱那家 妈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们都不会相信我 但是夏正 马上就会带余钱先生过来了 你们一定会相信我的 唉 程佑雪啊 你就嘴硬吧 我看看你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 我一定会拆穿你这个骗子的真厌慕 给你脸了是吧 你真觉得我不会对你动手 他敢骂我 你是真觉得我不敢打你受好 一个大男人怎么能对一个女人动手呢 艾伟小姐你没事吧 夏正你来了 你怎么来了 于谦先生 非常感谢您能过来 您客气了 程小姐 我们还是先看看花瓶吧 你 你真的是于老先生 这怎么可能 你真的是于谦先生 唉 你这个年轻人 我难道在电视上长得不一样吗 我于谦行不更名作不改姓 妈 小雨 你们不相信我 还不相信于谦先生吗 不相信的话 我倒是带了身份证 但是我也不是什么大明星 只是一个喜欢研究古董花瓶的老头子罢了 哎哟 于浅先生 我在电视上见过你 一个电视上长得一模一样 哎哟 我们家来的大明星来 快 快请坐 快 不用那么客气 程小姐 这就是您说的那个花瓶 是的 于老先生 麻烦您帮我看看 这个古董花瓶到底是不是假的 是啊 这是怎么了 怎么又去 这个通告间认识这种大人物 真是嘀咕了 我那几十块钱的假货 你这老头子一眼就看出了 麻烦您帮我看看 这个古董花瓶到底是不是假的 好 我马上看 看来我得找个理由 就说是被骗 于浅先生 怎么样 这个花瓶不会是假的吧 这可是我女人的男别送啊 就是这肯定不是假的 就是在没事找事 对对对 这肯定不是假的 妈 你们马上就会知道了 我没有在胡说 一雪 难道这 这古董花瓶 真是假的 哈哈哈哈 经过我的观察 这个花瓶连仿的都不是 都是个十几块的玩具 妈 现在你们总该相信我了吧 这个古董就是个假货 哎呀 什么啊 假的 王主 你怎么能拿个假的在混动我们呢 亲爱的 这到底怎么回事 啊 这怎么能是假的呢 我也不知道 这是我同朋友们 啊 我一定啊 也是被骗了 你到底是真的被骗了 还是你自己故意来骗我们家人的 陈小雪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怎么会骗小雨呢 我也是被骗了 就是陈小雪 我男朋友就是被骗了 你不同情就算了 还挂股 你这个女人 怎么这么坏心肠 就喜欢看别人遭殃是吧 到底是谁坏心肠 你们自己心里清楚 而且我们刚刚说好了 现在 我请来了余先生 证明了这个古董发屏是假的 你们 该给我磕头道歉了吧 什么 你还想让我和我男朋友跟你磕头道歉 你们误会了我 害得我被骗打 难道你们不该道歉吗 而且我们刚刚说好了 你们忘了吗 陈小雪 你跟外相互 你别太过分了 就是陈小雪 你别德里不饶人 我也是被骗了 难道你一个大男人说话不算数 妈 你看陈小雪 好 陈小雪 这是干嘛呢 以后啊 咱们不是一家人 别把气氛高得那么僵 妈 说了证明古董发屏是假的 就磕头道歉的人 不是我 怎么 一个大男人还想耍赖啊 哼 这不应该 自己说的话就要做了 还有你这个老太太 怎么这么天心 哎呀 我不是 哎 小雨 既然余先生发话了 你就可以允许 道歉吧 什么 妈 我 你不道歉 难道 还让王总道歉不行 为了我亲爱的 这个歉我必须道 好 陈小雪 我跟你道歉 对不起 但是我是不会下跪的 你也别想让我亲爱的 跟你道歉 你 够了 你打对了王主 我打断你的腿 够 你以为余先生跟你撑腰 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我 行了行了 这件事就过去了 英雪 再去做两个菜 好好招待余先生 咱们将来的大明星啊 定是件喜事 妈 你偏心 我男朋友难道就不优秀吗 优秀 优秀 英雪 再加三个菜 快去呀 去吧 啊 程英雪 你怎么在傻站着不动啊 程英雪 你还在这愣着干什么 我给你脸了 你这是干什么 你这个老太太 是 没事的 辛苦你送余先生一趟 也辛苦余先生了 哎 程小姐 您客气了 我 先行一步 哎哎余先生 你别走啊 哎 你别像个木头一样 快去送走啊 好 我去送 董事长 您这是何苦呢 在这里 这么受委屈 没关系 等我生了孩子就好 必定林荣 当初救了我 这个恩 我必须得报 那好 董事长 我们先走了 这个扫把星终于他爸的头 哈哈 阿姨啊 我跟小雨准备要结婚了 婚房都已经准备好了 真是那么亲爱的 还有婚房呢 对 我给你买了 朋友里最贵的那个小区的房子 而且呢 我还开了个公司 可是吧 这个投资很差 阿姨啊 我想呢 您能不能先给我投资一下 这个 这 我们给你投资 大哥 您放心 我这个投资啊 是有回报的 而且周期很快 您给我个十几二十万了 我带你们出去玩一看 等你玩回来 我就几倍几倍的还给你们 真的 投资二十万 旅游回来 翻两倍 两倍 二十万就 变成四十万了 对 而且啊 一个月之后 就变成一百万了 一百万 是啊 妈 赶紧投资 你男朋友就是给咱 发财支付铺路呢 对 大哥 阿姨啊 你们放心 我也是啊 看看我们马上 就成为一家人的份上 才拉你们投资的 妈 你看我们男朋友多好 咱就别犹豫了 一龙啊 把他拿出来吧 这么好的事儿 咱可别错过了 哎妈 哎呀 哎呀 哥 你妹夫说的话你还不信 又有什么呢 要快拿钱 拿钱干嘛呀 这不是你该管的事儿 郭主席 就是这是我们家的事儿 你管不着 我是李一龙的老婆 也是这个家的一辈子 我怎么就管不着呢 李一龙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一雪 刚才老婆说 让咱们家借了个二十万 然后带他们家去旅行 回来之后就变成四十万 哼 这怎么可能呢 你这个村姑大人觉得不可能 行了 陈英雪 一龙 赶紧拿钱 咱们家终于夸杂了 妈 不能投资 这个人 他就是个骗子 阿姨啊 我可没有说谎 我看这个陈英雪 就是怕你们家有钱了 配不上大哥 被他给修了 对 我亲爱的说的对 陈英雪 就是不想让咱们家有钱 我没有 小雨 你怎么能这么傻呢 陈英雪 你说谁傻呢 我男朋友 可是在城里买了最贵的楼房 给我当婚房 就是那个警察院 我马上就是富家太太 你少得了我 对 小雨啊 你就是富家太太 大哥 阿姨 你们放心投资 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你看 房子要死 咱们旅行的时候 就在这住 哇 妈 我们马上就可以去城里住了 真是蠢货 哼 随便一说就被骗了 看来这次肯定能骗20万 你胡说 那种地方的房子都是密码所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钥匙 你根本就没有买房子 你这个贱人 匆匆跟我作对 怎么着 你想干什么 想打我吗 陈英雪 你怎么回事 我男朋友送我房子 你演活是不是 小雨 你不要太单纯了 他就是个骗子 骗你那是古董花瓶 现在还骗你他买的房子 我男朋友都说了 那古董花瓶 他也是被骗了 刚才房子的钥匙 你不也看到了吗 对 古董花瓶的事是个意外 我也是被骗了而已 我常常城市集团董事长 都没钱 你根本就不是城市集团董事长 我拆穿你送古董花瓶 你就应该知道悔改 现在看来 你根本就不要脸呀 你什么意思 妈 小雨 林一龙 我们真的不能投资呀 看来我不能再隐瞒下去了 我的真实身份 其实就是城市集团的董事长 什么 你这胡说八道什么 你是董事长 说了林雪 你在说什么呀 你疯了吧 程英雪 我说的都是真的 这个人 他就是个骗子 程英雪 你要是城市集团的董事长 那我就是董事长的爹 英雪 你怎么也胡言乱语了 你别说了 李一龙 我说的都是真的 哼 真是可笑 程市集团的董事长 怎么会在这种地方 给人家当媳妇 我只是为了报答我老公 当年的救命之类 所以才会嫁妥他 在这里生活而已 阿姨 这个程英雪 就是故意阻止你投资 给这装疯卖上 我没用 就是程英雪 我看你是魔症了吧 这么不想让我们家好起来 你怎么那么自私不要脸 好啊程英雪 你怎么这么自私自利 你在这变像话 我不出去 妈 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为什么一直都不相信我 你 哎 妈 哥 王哥 替我赠来 从此不可 我 我就是程市集团董事长 这把招你敢打下去 我让你周深莫悔 来呀 你打呀 行 打得好 你给我等着 亲爱的打得好 真把自己当盘菜了 秘书 你们现在可以入场了 我要回家 春月雪 你还有脸回来 你们马上就会知道 我到底是不是董事长 我们懒得看你在这演戏 阿姨啊 我们还是继续聊聊投资的事情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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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 我们来晚了 不是我活 你去 你又罵出董事长 嗯 怎么跟我们董事长说话 你看打我 儿子 你媳妇找人打我 为老不尊 我对你一点耐心都没了 董事长 我们 回去吧 这个招摇照片的骗子 废了 少妙少妙少妙 救我 现在你们相信了吧 林一龙 我看我们这段婚姻 也没有必要再继续了 回程 哎 林一龙 林一龙 你赶紧追啊 快去追啊 好好 哎呀 我这是干的什么事啊 我 我还真的是董事长 哎呀 董事长 下律所 今天是我母亲六十大寿 礼盒都安排好了吗 董事长 放心 都放到外面那辆老斯莱斯车里了 不用了 把你那辆夏丽给我开就行 董事长 您就别和我开玩笑了 您怎么能开那辆破车呢 回老家 不需要那么高调 把你车钥匙给我吧 这两天公司就全部交给你了 对了 再给我准备一套农村的衣服 董事长 您放心 我一定会管理好公司的 老太婆 做完饭 去 把这衣服 干净 死老太婆 你哭什么哭啊 你大儿子和你女儿 非得回来给你过60岁生日 一会他们回来了 你可要给我好好表现 你要敢告诉他们 说我对你不好的话 你看他们走了 我怎么收拾你 你哭什么哭 你笨脏呢 我让你哭 你还哭 再哭把你赶出去 阿娜阿娜老婆 又跟妈吵什么呢 老公 我让你妈洗两件衣服 她都做不好 你说她 真是白活了60年了 妈 怎么回事 洗个衣服 也能让我老婆不甘心 哎 以后 妈注意点 好了 老婆 消消气 今天是咱妈的生日 一会儿 哥哥姐姐啊 来了看得不好 哼 老东西 还不赶紧去收拾收拾 呃 承泽 一会儿你哥哥姐姐来了 得先让他们拿红包才能进门 你得给我好好的敲一笔 这 这什么这呀 他们两个说去城里打拼 拍拍屁股就走了 留下你妈 让我们赡养了好几年 怎么 要点钱不应该吗 哎 你千万可别不好意思啊 行行行 老婆 都听你了 哎 忘了给妈准备生日红包了 这附近也没有银行取钱呀 哎 快到家了 到时候再说吧 哎 诚泽 好像有人来了 赶紧的 把你妈扶到椅子上去 别让你哥哥姐姐来了看到 快点 啊 过去坐 哎 哎 老东西 我可告诉你 一会你要敢乱说话 看我不弄死你 走 哎呦 一辆破车 这是谁呀这是 小泽 苏婷 我回来了 程阳雪 去 开个破车 不会连个红包都拿不起吧 姐 你回来了呀 今天是咱妈生日 你呀 你拿个红包 咱们 图个好彩头 苏萍 我哎呀 程阳雪 进屋再说吧 我先进屋看妈了 哼 妈 我回来了 哎 你怎么哭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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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该死的脑太婆 姐 妈就是太久没见你 激动呢 对对对 妈 你可别哭了 哭得好像 觉得我们在家 亏了你似的 妈 你放心 以后啊 你工作没有那么忙了 我会介绍回家看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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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妈做好了饭 就等你给你割了 妈 今天这饭 都是你做的 哎呀 姐 咱妈老糊涂了 今天是咱妈的生日 我们怎么可能 让咱妈自己做饭呢 咱妈在我们家 肯定是好好享福的 是吧 程泽 对对对 姐啊 我们从来都没让妈做过饭 哦 好 哎 妈 你倒是说句话呀 嗯 呃 应许 妈糊涂了 确实是你弟妹做的 来吧 咱们吃饭吧 吃饭吧 哎 准备了这么一桌的菜 弟妹 你真是有心了 嗨 也没什么 这么多年了 我们一直都是这么照顾妈的 我和大哥 小泽不在家 辛苦你和小泽了 哎 姐这没什么 哦对了 姐刚才大哥给我们打电话 说让咱们先吃 他晚点到 好 妈 你怎么了 不舒服吗 你抖什么 呃 应许 妈糊涂了 确实是你弟妹做的 来吧 咱们吃饭吧 吃饭吧 哎 哎 准备了这么一桌的菜 弟妹 你真是有心了 嗨 也没什么 这么多年了 我们一直都是这么照顾妈的 哎 我和大哥不在家 辛苦你和小泽了 哎 姐这没什么 哦对了 姐 刚才大哥给我们打电话 说让咱们先吃 他晚点到 好 妈 你怎么了 不舒服吗 你抖什么 妈没事姐 妈身体啊好着呢 咱们赶紧吃饭吧 来 好 妈 你怎么不动快飞啊 我 哦 妈 这菜一定没你喜欢吃的吧 来 来 吃一个大鸡腿 哦 对了姐 刚刚你说要给咱们的红包 还没拿出来呢 哦 定妹 我呀出没太着急 忘记取钱了 忘记取钱 陈英雪 你是不是 压根就不想拿红包呀 不是的定妹啊 姐啊 不是我说你 你不是在城里赚了点钱吗 怎么连这红包都不舍得给咱妈发 你看咱姐 回来的时候就开了辆破车 我看啊 估计就是个穷光蛋 小泽 小平 别这样说你姐 你姐一个人打拼也不容易啊 又显着你了是吧 妈妈你没事吧 行了行 你收莲你姐还在这 妈 你看我就递个筷子 你咋又没接到呢 对对对姐啊 他就是递个筷子 苏平 你递筷子能不能好好递 咱妈也不是年轻人了 都打到他了 妈 妈 你这是什么 没什么没什么 怎么会没什么 这都死了 你们两个说 是不是打妈了 哎程英雪 你可别胡说八道啊 那有可能是妈自己摔的 我们可没打妈 妈自己摔的好 妈 到底是谁打的你 你告诉我 我一定会为你做主的 哎 眼睛往哪看呢 啊 是我打的吗 我 我 妈 你们 你们怎么下得去手 这可是咱妈 姐姐你听我说 咱妈什么时候说 她的伤是我们打的了 就是 别在这互说八道了 程泽别理他我们吃饭 哎 这个菜不错 老婆来啊 嗯 老公这个菜好吃 好啊好啊 你们夫妻两个还真是爱爱呀 妈 都被你们虐待成这样了 你们还有心情吃饭 我让你们吃 我让你吃饭 你老公 我让你吃饭 承右雪啊承右雪 你要干什么 好好的你做菜 就被你这么给搅了 承右雪啊 你瘋了打我干什么 为人子 不孝你就该打 程有雪你有病吗你啊 母亲生日连个红包都没有 你又孝顺到哪里去了 在城里待了这几年 回来像个泼妇一样 还敢掀桌子 你好了好了 苏萍我再去给你们少爷做菜 这事就算过去了好吗 老太婆 你过生日 连个红包都没有 你这个闺女可真孝顺呢 苏萍你不要太过废了 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女 你们母女两个 真是一个德行 你终于露出这面目了 小子 你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你的媳妇 欺负咱妈吗 姐 你误会了 我老婆没欺负咱妈 行了程泽 程英雪他就是个穷鬼 咱们怕他干嘛 苏萍你好了英雪 妈再去给你们做饭 好了老太婆 还做什么做啊 对了今天是你生日 这个鸡腿 留给你吃 苏萍 你不要太过废了 你不要太过废了 今天可是咱妈的生日 妈 你别哭了妈 别哭了妈 装什么性 老公 你的脸没事吧 快让我看看 哎呀 这程英雪也太狠了 连自己的亲弟弟都打 苏萍 你真是个畜生 我怎么就是畜生了 啊 咱妈今天过生日 我还给他整个鸡腿 像他这种老不死的 人吃馒头都不配 苏萍 你在这说我妈一句你试试 怎么 我说的不对呀 你妈都这么大年纪了 他活着 就是拖累我们这些子女的 你 苏萍 你别冲动啊 妈 你就是太软弱了 赡养父母 是为人子女的义务 他们不咬你还这么虐待你 就是他们的不孝 什么孝顺不孝顺的啊 作为老人你更应该知道 怎么做才是不给子女添麻烦 不如趁早死了算了 反正早晚入土都一样 你把你刚才的话 再说一遍 程英雪 你给我听好了 他早死晚死 都一样 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 我们程家 怎么出了你这么一个不孝儿媳 你个穷鬼 竟然还敢打我 程英雪 怎么打人了你 程泽 这可是咱妈 妈辛苦养我们长大 我们成家立业了 更应该好好孝顺父母 你可倒好 娶了媳妇忘了娘 和你老婆一起欺负咱妈 我 你们这么虐待自己的父母 良心上豁得去吗 树欲敬而风不止 子欲眼而亲不戴 这么简单的道理 你们都不懂吗 程英雪 你少道德绑架我们 这么多年 我们赡养你妈 供他吃供他穿 你还在这说风凉话 我今天所看到的这一切 就是你所谓的赡养 真是无药可救 程英雪 你又打我 老娘今天别教训你不可 你不可 你别打了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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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犯 这是干嘛呢你们 妈的孙子 怎么打起来了 大哥 你终于来了 你赶紧管管这个程英雪吧 你看看好好的一顿饭 让他矫正什么样 就是大哥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我才动手的 程英雪你怎么回事 哥 是他们两个 你还在吗 什么 不不不哥 你听我说 没有这事 我说他不容量我们哥 我说的都是真的 妈 哥 你看 走 哥 你可不能偏听偏信啊 妈 我对你怎么样 你倒是说呀 到底 是不是程英雪说的那个样子 苏平 你少用语言威胁吗 妈 你别怕 今天哥在 有什么委屈 大叔说出来 我和我哥在 我会让你再受半点委屈 程英雪 你少在这胡说八道 你没事找事是吧 我们怎么可能会虐待妈呢 妈 不怕 你说 到底是不是他们打的 你倒是说呀 想好了再说 哎 英雪和小刚 总会走的 不就算说了 你不能怎么样 我还会演的素评更生气 对妈 你大脸说 有我在 我跟你说说 英雪 小刚 小泽 可不想待我很好 这个伤 是我前几天无聊 上山方也才摔的 英雪 别担心妈 哈哈 程英雪 你听清楚了没 妈自己都说了 我们对妈很好 伤啊 是他自己摔的 妈 程英雪 虎言你还是我的亲姐姐呢 你就这么污蔑你的亲弟弟 英雪 你看看你搞了什么事情 英雪 你可是当大姑子的人 你怎么能这么误会人家呢 我 程英雪 你误会了我 就得跟我道歉 我可不是好欺负的 苏平 你别怪你大姐了 你大姐 就是太担心我了 我替英雪 向你道歉 你姐给你哥 来一趟不容易 你也别计较那么多了 你说是不是啊 妈 你不用替我道歉 我自己来 苏平 既然妈说不是 那刚才是我太着急了 我向你道歉 对不住了 好了好了 咱们都是一家的 有什么事 说看就好了 还是大哥这种 在大城市里待过的大老板 说话又格局 不像成英雪这种穷鬼 就知道污蔑人 弟妹 过脚了 我们家 也就普普通通 哥 别谦虚了 今天咱妈生日 你肯定给咱妈 准备好礼物了吧 对呀大哥 听说你和大嫂 在城里那可是想当当的大人物 这年薪 都已经过百万了 今天咱妈过六十大寿 怎么 你得给个大红包吧 哎呦 弟妹 你可真会当东家呀 我和你大哥这才刚进门 连口水都没来得及喝呢 你就先想着拿钱啊 哎呦 大嫂 不就是水吗 成泽 赶紧去给大哥大嫂准备水去 咱们村里呀 最不缺的就是水了 大嫂 这下 该拿钱了吧 这成英雪这种穷鬼 可都拿了五万呢 是啊大嫂 你们肯定不能比我姐拿的少吧 成英雪拿了五万 成英雪啊 你有病吧 过个生日你包五万 大嫂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我只是刚好手里有零钱 给妈五万怎么了 成英雪啊 这几年不见啊 学会打动点充胖子了 你动了几个钱啊 我能不知道吗 哥我没有 行了行了 不管怎么样 成英雪已经拿了五万 你们也别磨叽了 赶紧拿钱吧 我那五万不是给你们的 是给妈的 你们赶快把卡还给妈 哎呀 姐 你看你 这妈都是给我们家赡养的 给妈的也就是给我们的 你还要回去 真是小气 哥 嫂子 给愣的 给钱 吹什么吹 知道了 成英雪啊 都给了五万 我都当大哥的 怎么样比他多 妈 在这卡里有私英卦 你拿好 哎 妈知道了 这这个成英雪 真是吃饱了没事的 还准备了三千块钱 这不是逼着我们往上找呢 妈 这卡我替你保管 你早了 偷晕眼花容易搞掉 成哥 妈才六十岁 身体硬朗的很 怎么会偷晕眼花 把卡拿来 让妈自己收着 我说成英雪 你什么意思 难道 你还怀疑我和我老公 把你们给妈的钱 给私吞了不成 就是啊 成英雪 我们老拿的坏心思 还凑我们啊 你们自己心里存的什么坏心思 你们自己心里清楚 英雪 小泽 想帮妈保管 就让他保管了 没事的 成英雪 你看到没有 妈都愿意让我们保管了 你还在这多说什么呀 妈 英雪 你别没事找事了 反正小泽 站着妈 钱 就给他吧 你跟外人 插什么嘴 大哥 我怎么就是外人了 俗话说 他嫁出去的女儿 拖出去的水 你还不是外人啊 哎呦 瞧我的脑子 我都忘了 你呀 根本就没人要 哎呦大嫂 你不说我都忘了 成英雪 你说你这么大年纪了 连个男人都没人要 钱也没赚到几个 你说你活着 除了丢人 你还有什么呀 我结不结婚 是我自己的事 你们管得着吗 呦 你看你还不愿意了 我这不是 关心你吗 我用不着你们一个个 假惺惺的 成英雪 你说你明明没钱 还非要给妈包个五万的红包 怎么 在外面没人夸你 想回家找存在改啊 大嫂 你说话别这么阴阳怪气的 再说了 你凭什么觉得我连五万都没有 你看看你穿的 你看人家弟妹虽然在农村 但人家穿的 一看也是最新款的衣服 怎么说也得好几百吧 哎呀大嫂 你眼光可真好 我这件衣服啊 刚在城里买的八百八呢 成英雪 你能买得起吗 我觉得穿衣服 只要舒服就好 没有必要买这么贵的 行啊 我看你就是穿不起 什么穿的舒服不舒服 就是 成英雪 你干嘛非得打总脸充胖子 他非得拿个五万 大嫂 你这么针对我 是因为我包了五万的红包 你们家为了不丢面子 才包了十多万吧 你觉得不甘心 所以把错 都怪到我头上了是吧 你胡说 我们家又不缺钱 又 成英雪 你真是不可理喻 我就不能拿出几万块钱 你再骂吗 那你们是自愿的 那大嫂 为什么突然针对我 哎呦 你可真奇怪呀 成英雪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针对你了 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你就是没人要 你穿的就是地摊货 就是 大嫂说的没错 成英雪 我看你是心虚了吧 你是后悔 给妈包了那么大的红包吧 你胡说 我没有 我给我妈的 我从来不会后悔 哼 成英雪 我看你也就只能这么说了 反正这五万块钱都送出去了 你想要回去啊 人家书品可不会给你 我给我妈的东西 我从来都不会再要回去 好了好了 别吵了 这是我和楠楠给妈 准备的生日礼物 妈 你看看 喜不喜欢 对妈 看看 哎呦 大哥大嫂 这是什么呀 装这么精致的盒子 这是什么 这可是我 城市集团的经理 在国外带回来的 上等古玉 据说 能治百病 天呐 古玉 那肯定 老值钱了吧 那可不是 价值 20多万呢 天呐 20多万呢 大哥大嫂 你们可真有钱啊 20多万我怎么会舍的 瞒着纯刚去地摊买个十几块钱的假货来冒充一下 这些人啊可真好骗 我们当老大的肯定要孝顺啊 20多万肯定舍的 天呐大嫂 你们家可真有钱 诶 陈云雪 你的礼物呢 不会 没有带吧 我当然有 陈云雪 你可别说 这就是你的礼物 这么小的盒子 能是什么好东西 这个盒子虽然小 但是里面的东西 可是贵重的很 你忽悠谁呢 你那个小盒子 还没大哥送的那个盒子三分之一大呢 大哥 你说你这个礼物 是城市集团一个经理帮你买的 对啊 没错 我可是认识 城市集团的经理啊 那是我好哥们 大哥 你被骗了 什么 陈云雪 你什么意思啊 我手上这一个 还是上等古欲 对人的身体是有好处的 陈云雪 你够了 我是大哥 你敢质疑我 我看啊 你是想着我给你翻脸 不是的大哥 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这一个是假的 你如果真的花了二十万 你抓紧找那个人又回来 陈云雪 你这一脸认真的表情还真的挺唬人的呀 但是你当我们是傻子吗 大哥怎么可能会被骗 我看才是那个骗子吧 就是 我们认识的 那可是城市集团的徐冲徐经理 你以为是随便什么阿妈阿狗吗 什么 徐冲 看你这语气 好像你认识徐冲似的 徐冲 大哥 我真的认识这个徐冲 在三个月前 他已经被城市集团开除了 你真的被骗了 行了行了 别再说了 要不是看在你 是我妹妹的费上 我一巴掌 我胡说 你在城里啊 不能那么烂 还能认识城市集团的经理啊 哥 你 我是真的为了你好呀 够了 妈 你这个女儿可真是不让你省心啊 我看你早点做主把她给嫁出去算了 对呀妈 英轩 你想说两句吧 你大哥和你送的礼物啊 妈都喜欢 妈 我是真的担心大哥 哼 我们家可用不着你担心 姐 我看你也是诚心想得罪全家人是吧 我不是 哥 嫂子 你们要相信我 够了 你嫂子的建议很对 妈 孩子找个人啊 咱们嫁了吧 对对对 大哥 妈 我看呀 咱们村隔壁那个二狗子就不错 承英雪要是嫁过去 人家肯定一样 老婆 你说的 隔壁那个打走了两个老婆的狗子 对 就是他 承英雪这么厉害的女人 你这二狗子那种人 你想得住他 那怎么能行呢 英雪 还没结过婚呢 哎呀妈 我看书评的提议就很不错 承英雪再不结婚啊 肯定越学越坏 你们够了 我承英雪还没堕落到要嫁给一个不学无术 还打老婆的老男人身上 我的事用不着你们掏心 怎么不论意了呀 承英雪 像你这种老女人 估计白给人家 人家也不一定要 你 哎呀 我觉得人家定位说的没什么错 你也别嘴硬了 我看你再拖下去了 别说二狗那样的男人了 村里的老头到时候都没人要你 够了 哎呦 你的脾气够大的 吓我一跳 我们还不是为你好 哎呦呦 你们快看啊 他可真大方 都把他花了几十万买的骨鱼给摔了 老婆我跟你说 这个鱼也就几块钱 你们太过费了 我担心你们被骗钱 好心劝阻 你们不听劝就算了 还这么羞辱我 我承英雪 就活该被你们这么羞辱吗 好了英雪 咱们吃饭吧 吃什么吃呀 做哪一大桌子菜 都让陈先生学给掀翻了 就是 哎没事 妈带去做带去做 妈 你别去做了 我就知道 这一桌子菜是你做的 苏平 你可真够不要力 还说这一桌子菜 是你做的 敢 说漏嘴呢 怎么了 那桌子菜 是我和妈一块做的 都是一家人 分那么轻干嘛呀 英雪 苏平 你们别吵了 妈这就去做 哎 妈 不用去做 我这就打电话 让镇上的酒店 送几道菜来 什么 大哥大嫂 你们听清楚 陈也许说什么了吗 陈也许啊 你连个生日礼物都送不起 在这装什么笔啊 还让镇上的饭店送菜 你知道人家送一次 有多少钱吗 五百 你掏得起吗 我说了我送的是上能古玉 是你没自己不相信 我说了让酒店送饭菜 我就能办到 英雪啊 不是我当大哥的说你 这几年啊 你在外面说的什么 怎么和你嫂子说话呢 大哥 明明是大嫂 他想不尊重我的 大哥 这陈颖雪 他可真是欠教育 一会对大嫂这么不敬 一会又说大哥的礼物是假的 大哥你可得好好教训教育他 英雪啊你知道错了没有 大哥 我没有说谎 你的那个古玉 你就是被骗了 至于我对大嫂的态度 我程永雪一直都是 别人怎么对我 我就怎么对别人 你 好啊你 你真是不把我这个大哥 放到眼里是吧 大哥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看 你就是看不得我们挂得比你好 大嫂 我是真的没有 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怎么能不想 你们比我过得好呢 英雪 看他妈的面子上 是你嫂子和我道歉 不然我找不了你 我又没有做错 我为什么要道歉 哎呦 陈颖雪 你这脸皮可真厚啊 你无不诋毁大哥一家 买的礼物是假的 让大哥大嫂丢脸 你说你哪里做错了 就是大哥 我看他就是故意的 就是想让你不痛快 你们 你们在这边唐不理解 英雪 既然你不知好歹 你不给大哥面子 大哥 也没必要给你面子了 大哥 你想干嘛 干什么 要么 你给我道歉 要么以后 你又别叫我大哥了 我没你这个妹妹 对 断绝关系 哎呦 使不得使不得 你们都是骂上的 我怎么能看着你们弟兄子们 断绝关系呢 妈 这还不都怪他自己呀 本来好端端的给你准备的六十大少 都让他给搅黄了 哎呀英雪 你快给你大哥大嫂道歉呢 妈 我 程英雪 怎么你现在连你妈的话都不听了 英雪 我不想你和你大哥闹翻呢 妈 你放心 我不会和大哥闹翻的 大哥 大嫂 既然你们不相信我说的话 那我现在就证明给你们看 你们到底又没有被骗 哎程英雪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 妈的意思是让你给我道歉 你大哥 大哥你放心 如果我证明不了 我就会给你们道歉 但是如果我可以证明 你和大嫂 就要为你们误会我 还随意的羞辱我 给我道歉 好啊 我今天倒要看看 你怎么证明我们这个真品是假的 好 给我来 进屋鼠 这个 大嫂我可告诉你呀 这成英雪他可最会耍赖了 你呀 可别让他给骗了 你够了 你以为我是你呀 我成英雪说话 向来都是说一不二 喂 夏正 给学生打电话 让他自己承认 有没有骗成刚夫妻 用几十块钱的石头 冒充少能补运 骗他们夫妻的钱 是 组织长 马上联系他 告诉他 他如果敢说话 欠咱们公司的钱 就给我翻倍 还要被行业 彻底封杀 是 大哥 我已经和城市集团联系过了 你马上 就会接到徐冲的电话 到时候 你们就知道 我有没有说谎 陈一学 你还演唱啊 我跟你哥都不认识 城市集团的总裁秘书 你以为你是谁呀 你能认识这么厉害的人 大嫂 难道我在你心里 就是这么堕落不上心的人吗 难道我在你们心里 我在城里就是坏日子吗 行了行了 你没有坏日子 你能这么落魂的回来 就是 陈一学 大哥他们一家 回来可都开着几十万的豪车 你看看你 坐着十几块钱的大巴车就回来了 还在这儿胡说 我不开车 是因为我这两天我的手腕受伤了不舒服 哎呦 你还真会找借口 这一回车就不能开车了 哪有这么吵的事 你呗 陈一学 我看啊 赶紧给大哥大嫂他们道歉 你就别在这儿挣扎了 你说说你咋这么不孝顺呢 就让妈为你操心 哎 我有你这样说大伙的妹妹 我感觉到 有脸 我 大哥 接吧 这个电话 肯定是徐冲打来的 你胡说 K6字 就是 你就会往自己脸上接鸡吗 那你们不信 那你就打开免提 让大家正好听一下 你那个玉石 到底怎么回事 哼 接就不接啊 看你有多大的意思 喂 喂 还有 陈刚 我是徐冲啊 上次卖给你的那个二十万少东骨鱼 我 我是骗你的 那就是一个十几块的医生货 我马上给你把钱退回去 对不起 对不起 假的 喂 什么 假的 我还特意买个腾钢把那个骨鱼留在家里的保险柜了 买个假的糊润老太太 这没想到家里那个也是假的 大哥 现在你还觉得我在骗你吗 你赶紧查到二十万道当没有 哦对对 你不老信 才赢过来了 这回来就好 吓死了 大哥 现在 你该给我道歉了吧 这个 也许啊 大家都得一家人 道歉就算了吧 大嫂 听你这话的意思 你是想耍赖 我 程英雪 你怎么还得力不饶人了呀 怎么这么不懂事 再说了 我们都是一家人 一帮大哥大嫂追回被骗的钱 不是应该的吗 对 还是滴妹说的对 英雪 再怎么说 我是你哥 把钱追回来 不应该吗 再说 哪有哥哥和妹妹倒下的道理 就是 那你们刚才这么诋毁我 侮辱我 就这么算了吗 程英雪 够了 在这个家里 我是老他 你朋友 帮我追回他二十万 能怎么样 难道不成 我给你跪下 就是 我们家怎么不全二十万 你们简直欺人太甚 就不应该帮你们 哎呀 英雪 算了 看在骂的面子上 这事啊就算过去了 哇大哥 你说程英雪 他怎么不认识程式 结果董事长的秘密 他一个女人家 哎哟 还真是藏灭呀 你说 你姐 谁就是天要干着那种见不得人的事 这要是在村里谈谈了 咱们家 以后在村里可怎么混呢 你 你没什么意思 我看呀 程英雪去城里了 就是去供应人的 要不然 他怎么会认识这么厉害的人物 大嫂 你这什么意思 你太过分了吧 我在高档里追悔你没骗到的钱 你现在就在这里敌回我 哎哟 你们不能这样说英雪 她是我的女儿 她绝对不会追上那样的事的 妈 人心可肚皮 你怎么知道是英雪不是那种的 你们 行了 别的万一 就那些人的东西 你那要破事 我们也不想知道 今天告诉你 妈的生日 过完了 我们老死不相往来 对 程英雪 以后我们家也不再欢迎你 程英雪 你可真是活该呀 几句话 就把哥哥和弟弟 惹得都要把你赶出家门了 我看你以后怎么找佛家 活该 谁让他自己不知前点呢 你们 你们这么做 迟走会后悔 行了行了 搞什么呀 程英雪 我看啊 这家礼物 还能拿得出手 哎 妈 我先帮你收着啊 哎 你放下 放下 你弄疼我了 我的手 这礼物是我给妈买的 你不能带 呦 你送给妈的礼物 妈跟我们一块 怎么我就不能带了 你 你这是什么文理 程哲 你可看你姐 把我的手都给弄红了 程英雪 你个外人 我们家的事 你插什么手 你 小泽你 你起来 妈 你没事吗 行了 别在这假惺惺的了 我看你啊 巴不得你妈死呢 我没用 你不要在这里摔口被人 够了 程英雪 我又问你什么意思 你闹过了没有 大哥 真的不是我在闹 你真的以为苏平 戴了之后 会把这月再还给妈妈 我就是试耐一下 再说了我要是想要 妈也会给我的 对吧妈 我 英雪 妈不喜欢戴玉时 小平要是想要啊 你就给他算了 妈 崇英雪 难道还没听听吗 在这个家 你就是个外人 别在这自作多情啊 苏平 我看 你是真的想要呀 我告诉你 你要是再敢打这欲的主意啊 我也不送了 我就直接带走 就说你不懂事吧 哪有人送礼物 还要收回去的道理呀 我都说几遍了 我这礼物 是送给妈的 崇英雪 你简直太无力取闹了 哼 我无力取闹 明明是你想霸占我的礼物 还说我无力取闹 你 胡说八道 我哪有啊 我说苏平 不光日醉浴吧 你以前 也没少霸占妈的东西吧 既然你们大家都说我是外人 那我这外人就带着妈出去吃 就不挡你们的路了 苏平 你以后如果再给你这样 我就告诉村里人 你长期侵吞婆婆财产 绝为己有 告诉村里人 那怎么能行 这村里你虐待我婆婆的事情 大家一直团的沸沸扬扬 要是被打听出来 那我不就完了 不就是块破玉吗 不要就不要 以后啊 东西我也啥不要 哼 妈 我带你去城里来去过好日子好不好 我们不在这个家里再受气了 哎 东西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我们什么时候让妈受气了 就是 就会在这儿胡说 你以为呢 我真的会相信你们的鬼话 今天是妈的生日 结果我一进来 就看到你们两个自己在院子里晒太阳 妈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做饭 可想而知 你们平时是怎么对待妈的 你胡说 我胡说 哼 是不是胡说 我去村里一打就变吃 妈 我们不在这里待了 我带你去城里 咱去过生日吧 哎 不行 为什么不行 那个 那个 你 你刚才打翻了我们做好的一桌子菜 还说让正常的酒店 送一桌子菜过来 这菜还没送过来呢 怎么 你想一走两只啊 那你想怎么样 你想带妈走 也可以 但是 咱得把话说清楚 你刚刚 白白的弄撒了一桌子的菜 嘿 就给我 和大哥大嫂 做一桌子菜 对啊 我们千里条条的赶来 都会被饿死 不就是一桌子菜吗 我现在就打电话 喂 夏正 让咱们公司旗下 那家度假中酒店 给我们家 送一桌子好菜过来 是 董事长 现在 我可以带妈走了吧 陈一雪啊 你闹够了没有 你要走 自己走 别拉着咱妈 哎 别呀大哥 咱妈 丑话说前途了 既然 陈一雪他自己说要把妈带走的 那以后 就别送回来了 苏平 你什么意思 不是 大哥 你看 我和陈泽 都赡养咱妈好几年了 是时候 该换个人了吧 苏平 你怎么能说出这么大逆不道的话呢 我说什么了 要把妈带走 这不是你自己说的吗 就是 难道 这就想啥来了 我没有 妈 以后 我接你去城里和我一起做好不好 既然他们都这么说了 英雪 这怎么能行呢 你是女儿 我怎么能和你一起过生活呢 这里人会笑话死的 小平 小哥 妈不去城里过生日了 你们别生气 你别干嘛走啊 老太太 你女儿都说了 要带你去城里过好日子 你怎么就赖着不走了呢 妈 苏平 你怎么能这么对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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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硬着心疼 赶紧带着你妈走 妈 我带你走 我可以照顾好你的 英雪 我不能走 我不能走 我得靠儿子养老送中呢 我不能离开小泽 小泽 小泽 小平 妈错了 妈错了 小平 要想要这块玉石 我让英雪给你都好了 你别干嘛走啊 妈 你别这样 我也可以给你养老送中啊 你闭嘴 小平 小泽 你们别干嘛走啊 哎呀 老太太 这说出去的话 泼出去的水 是你女儿自己说要接你走的 我们能来着吗 妈 你不要再这样了 他们不孝顺你 我来孝顺你 老太太 听到了没 赶紧跟你女儿走吧 苏平 小泽 你们两个这样去赶妈 离开这个家 就不怕遭报应啊 程英雪 你怎么跌倒黑白啊 明明是你自己说要带妈走的 现在怎么能怨我们呢 可是妈 她根本就不想给我走啊 她都这样卑微地求你们了 你们还能这样做 我看是你 黑倒之前就不想赡养妈了 程英雪啊 说话要讲证据 别上下嘴唇一碰 就随口造谣 就是 程英雪 赶紧带着你妈走吧 哥 你开车 带我们赶紧去饭店吃饭吧 我可不指望 程英雪叫来的饭菜 她都得饿死我们了 就是 哥 这样我们多轻松啊 既然都这么说了 那走吧 哎 小哥 小泽 你不是不是丢下道不管吗 小哥 小哥 小泽不想要吗 妈跟你去你家好不好 那肯定不行啊 那个妈 要不你又别去了 城里的生活 永远不适应 如果你要去玩那天的话 我在外面给你开个酒店 再说了小泽 他不是一直晒扬着你吗 就是 小泽肯定不会故意你去我们家的 哎 小泽 大哥 只要妈愿意 我同意 妈都是你养的 我都没有 哎 刚才妈不是愿意跟你走 赶紧两宝 小子 小哥 你们都不要妈了吗 妈 你们两个 还是个人吗 你怎么说话呢 我可是你大哥 你别没打没小的 就是 我们怎么不是人啊 这可是男性如虎把我们养大的妈 你们怎么能把山羊母亲的事情 当作一个心穷天然体去 你们还是美吗 陈永远你说得到清朝 有本事你带走啊 就是 既然 话都说到这份上 那我就直说 反正 我们是不想赡羊妈了 要是大哥不想要的话 陈永远 那你就带走 反正 我们是不要 送羊 陈永远 你又打我了 我跟你吃的 别打了 别打了 请问 陈永远小姐家吗 陈永远小姐的菜和酒 还真有人送菜 还有这么好的白酒 妈 你过来坐下 我们的饭菜来了 你给我拿走 你给我拿走 这些谁 给被胡佩喝这么好的酒 吃这么好的菜 你拿走多 哎呀 人家心疑苦苦都送不来的 拿走干嘛 再说 再好几千块的酒 也不错 你笑你个个人怎么了 我花钱买的酒 我现在不想给你们饿了 服务员 统统给我拿走 以后 告诉你们精灵 这几个人 去你们酒庄吃饭 一律给我赶出去 赶紧去 啊 陈永远 你耍了一个富人 你不怕遭报应吗 还说 这酒庄 把我们都赶过 我和你说 我是酒庄的贵客 就是 陈永远 我看你啊 就是想耍赖 不想兑现你的怒目 怪不得迟迟不肯带妈走 就会嘴上说 是不是嘴上说 你们迟早都会知道 我说了要带妈走 我就是诚心诚意的 倒是你们 对上一套背后一套 陈永远 你什么意思啊 大嫂 我看着陈永远啊 他就是买不起 他丢了面子 所以才故意耍人家的 你以为我是你为吗 这么不要脸 妈 我就带你走吧 不 你放开我 我不能跟你走 妈 你怎么这么执迷奴户呢 他们这么嫌弃你 你怎么就这么执着呢 你相信我 你给我走 我一定会帮你出气的 他们不只会被酒店赶出去 以后 还会脆腹都难行 呦 陈永远 又开始吹牛了 还说什么让我们寸步难行 老太太 你就赶紧跟他走吧 我们啊 都不想看到你 和你这个就会吹牛说大话的女儿的 对 赶紧走 不 不 都是妈的错 你别干嘛走啊 妈 你 都是你 你干嘛要惹你弟弟哥不开心呢 妈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 哎 陈永远 好心被当中驴肝肺了吧 被自己的亲妈嫌弃 滋味如何呀 老太太 你有今天 可都是你这个好女儿惹的祸 妈求求你们了 妈得和儿子一起生活 都是我的错 你别很英雄一般见识啊你们 妈 我也没说不散开你 可是从你的生活 你不适应啊 再说了今天 我给你十一万 也雇你中了 就是 妈 你就别为难我们了 今天我的同意让陈刚给你这么多钱 已经够可以的了 小子 妈不会给你添乱的 妈会给你洗洗做饭 你别干嘛走 那不行 陈永远既然说要带你走 我们可不要你了 妈 您就跟陈永远走吧 他不是说他很厉害吗 一会儿又是让酒店以后都不接待我们 一会儿让我们恨不难听的 就是 这陈永远这么能吹 你就跟他走吧 我老婆说的每一句话 没有一句是吹牛的 妈 我再见真问你一次 你真的不愿意跟我去城里生活吗 陈永 刚才八达你不是有意的 妈不能给你走 你一个人在城里大户 很辛苦的 我得跟儿子一起生活呀 妈 既然这样 我帮你 你帮我 你怎么帮我呀 陈永远 你该不会是以为 现在把那个破玩意给我 我就会赡养你妈吧 我告诉你 你做梦 晚了 就是 你也别想着现在在叫一桌子菜 我们家就能带妈走 你们这些人的嘴里 可真够恶心 你说谁呢你 谁接话 我就说谁 你吹牛说大话你不恶心呢 行了行了 别吵 陈永远 你什么意思啊直接说了 免得浪费时间 今天我们就谈谈这个赛养问题 你就是这么当大哥的吗 就知道自己好吃好喝 连赛养母亲你都不乐意 行了行了 你别再说了 我们吹的规矩就是 最小的赛养母亲 你别再撑啊 哎 大哥 话不能这么说 现在讲究的是公平赛养 我跟我老婆养了妈这么多年 现在该换换人了吧 就是 这老太太又不是只伤了我家成德一个人 够了 你没这么做 将来一定会遭报应的 我们凭什么遭报应 要遭报应也是你遭报应 就是 行了 我也懒得和你们争辩这些了 妈 就是想要你们两个儿子 哪怕其中一个来赛养他 可是你们一个都不乐意 陈永远 你说对点 我可是你大哥 你不配 里面这些不孝子 我现在出两百万 你们两个谁愿意赛养我去 这两百万就归谁 哈哈哈 哈哈哈 哎呦真是笑死我了 陈永雪 还两百万 你能有两百万 我说有 就有 哼 行了 没得放了 不用知道主店做几个菜吗 那几个菜 也一只几千块钱 你要到老大吗 你做什么呢你 就是 我们可不会上你的当 陈永雪 你也别在这儿呼吁我们什么银行卡转账 你今天要是能拿得出一百万现金 我们家不继续赡养吗 对 只要你能拿得出现金 我们就赡养 好 记住你们说的话 我现在 就让人送钱过来 喂 夏秘书 现在立刻 给我送两百万现金过来 是 董事长 陈永雪 你还真会演戏 这会儿又编那个夏秘书 你以为你是谁呀 哎呀 多把我们曾经加美不幸 有你这么个女儿 就是 真丢人啊 丢人的是你们 马童小那么疼爱你们 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都留给你们两个 自己生病了 连药都舍不得买 现在可倒好 你们两个 真是愧昏人子 行了行了 你省字讲大道理了 不管怎么样 我们是不养 我们成泽已经很不错了 至少 我们已经养了很多人了 说的是呀 难道妈 也是养成泽 养了一半就抛弃了吗 我 作为成家媳妇 自己不孝顺就算了 还一个字 蛊惑成泽 抛弃吗 你就没想过你自己的母亲吗 你 你一直说我们干嘛 怎么 看我们家是村里的好欺负啊 大哥家也没有 你怎么不说他们呢 就是 你和程刚 都不是好东西 程医学 我可是你大哥 怎么还你大哥说话 你做的事情 就不值得我再叫你一声大哥 你够了 你也是妈的孩子 你不也没赡养妈妈 丛刚 你敢摸着你的良心脚 我不赡养妈妈 是妈自己觉得从母至今 都是儿子赡养父母 他只是不想被脆裂人嘲笑 说他脊梁骨 他才不想让我来养他的 哈哈 妈一直都在为你们考虑 你们有没有了解 我们家也没对不起妈呀 我们可能比了十万的 就是 我又不是妈就不养啊 你们一定会后悔的 程小姐这是两百万现金 请查寿 辛苦了 看看吧 这是两百万现金 妈去谁家生活 这两百万 就归谁 我看 哇这这 这真是钱啊 真的 怎么可能啊 这么多钱 一个曲儿 你只有两百万 我说了 谁养妈 我就给谁两百万 现在这两百万 也在你们面前了 怎么样 你们考虑好了吗 到底要不要赡养我们妈 妈 巴拉巴拉 程小姐 不不不 姐 我和程泽 是要咱妈 这钱肯定给我们的嘛 妈 既然程泽他们都说话了 那 哎哎 叶玄 别啊别啊 我和你哥也可以啊 妈 来我们家 我们家比程泽家常见好 对对妈去我们家 去我们家 哎 大哥大嫂 这就是你们的不对了啊 我看 你们就是看着钱的份上 还愿意接妈回去的 就是大哥大嫂 你们可不能照不妖脸啊 刘雪 你可不能同意 哥大嫂 就是奔钱去了 咱妈去了 肯定受机 你胡说 你们家车会两百万了 老了 拉 哎 妈 妈 走 谁敢 我鬼 妈 跟我们走吗 我们的 妈是我们 妈是我们的 妈 给我走 给我走 妈 给我走 给我走 妈妈 你把妈妈的胳膊都拦过了 妈 怎么样 你没事吧 妈没事 妈 你肯定 还想跟我这个小儿子 一起生活吧 快过来妈 快过来 是啊妈 以后 有了钱 我们就可以吃香的喝大的 你再也不用担心 养老的问题了 过来呀 快过来 来呀 快过来 妈 妈 你觉得呢 我 妈 妈 别听他们胡说 我跟苏平 当了这么多年的独立 我还不了解他们 我看 你身上那些伤 十有八有都是他打的吧 妈 来我们家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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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你大人 我会对你活了 来我呀 不出来的来我们家 妈 你可别听我大嫂他们胡说 我会对你好的 以后会加倍对你好的 他们就是为了钱 才要把你接走的 妈 你不要听我大哥的鬼话 跟着他过 肯定会被受欺负的 小车 你不要再来避回我 你自己不要脸 你不要再来避免 你们不要再来避免 不要再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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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要再来避免 我警告你们 让妈自己来选 姐 你也知道 妈一直都是跟着我们生活 当然以后是跟着我们一起生活 最好了 对对对 姐 这两百万给我们 我们呢会加倍对妈好的 妈 你自己选吧 是想去成泽家还是成钢家 你选谁 我就把这钱给谁 妈 来我家 来我家 不 妈 你跟我的感情对深 还是来我们家 对对对妈 来我们家 对我们走吧 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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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家 破了 你还一个个的不用在我面前撞到作样 我也知道你的推力 要不是妈不愿意跟我走 我才懒得看你们在这演戏 我警告你们 都不要再动妈 让妈自己来选 妈 你自己选吧 妈 来我们家 来我们家 来我家吗 来我家吗 来我家 来我家吗 林雪 我还是娶你大哥家 哎 妈 好 你早就该娶我们家了 妈 你怎么能这样 我跟苏平 赡养了你那么多年 没有功劳 还没苦劳 就是啊妈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们呢 你知不知道 这两百万 对我们有多么重要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呢 不是 我 妈 我们赡养你这么多年 你一分钱都没有得到过 现在 好不容易要了两百万 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们呢 妈 放开 你们怎么可以这么对我们 大哥家都那么有钱了 你们简直气得太帅 妈 你难道不这么眼睹睹 看着我们饿死吗 我 你那一切 我还是会消嘴家吧 你 妈 你怎么能出来 就是啊妈 他怎么就逼着你心软 他在演戏呢 妈 你想好 到底想去谁家 妈 妈 你难道不想看着你睡着吗 你跟我们回家 你睡着肯定第一个高兴 如果你留在乡下 等我们一走 书萍 他肯定对你鼻子不是鼻子 眼睛不是眼睛的 哇 你 你胡说 陈兰 别以为你是大嫂 我就不敢打你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你再敢挑拨我和妈的关系 撕了你的嘴 你敢了大哥 你他妈真不要人 好啊 你敢吗 我要替死去男子 好好救着你 我要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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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你们都不丢人 小康 小哥 你们都不要打了 你们都是妈生的孩子 这手心手背 都是肉 妈不想看着你们打架 妈 是大哥他欺人态势 妈 你别听小泽胡说 他心里给你没有你 只有那两百万 好了好了 小泽 妈想孙子 我要去你大哥家住 这样吧 英雪 你把那两百万拆开 分给小泽一百万吧 好妈 都听您的 我知道了 我 什么 费钱 老太太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这钱在那这么分呢 哎 我觉得妈这个精英不错 妈 你就知道 你婆婆也不管我了 你放心 跟着大哥去生活 有时间啊 我的小朋友 一定去看你 对 妈 我就知道 你还是心疼我老公的 成英雪 给钱吧 一百万 不行 我不同意 哎我说大嫂 这钱又不是让你给 你凭什么不同意啊 就是 这钱啊 我姐给关你什么事 好了 我都听妈的 这家妈都开口了 那这两百万 你们两家一人一百万费了吧 哎 就是 这一百万 就相当于是我赞养妈这么多年的辛苦费了 妈 那你就跟大哥去 我反悔了 我们家不要老太太了 什么 大嫂 你怎么能出尔反尔呢 成英雪 到底是谁出尔反尔啊 是你自己亲口说的吧 谁赡养老人 这两百万就给谁 现在我们要养他了 又跟我说这两百万 要赢家一百万的分了 可是这都是妈的意思 我这两百万 未来也就是给妈的 大哥 你也要返毁吗 我 陈刚 我告诉你 要么给我两百万 我同意你妈这门 要么 就给我走 我可不同意 给他们两个生钱 我说英雪啊 这就是你的部队了 虽然你是个女的 但是说话就说话 大哥 连你也要返毁 你还是人吗 小敢 你 大哥 我就知道你没在演戏 你这么对待生意养你的母亲 你的良心不会动吗 英雪 我又没说不养吗 这都怪你 钱没给够 就是 谁要你分钱的 妈 既然你这么舍不得你小儿子 那你就去他家吧 但是这钱 我也要分 一百万 一分也不许少 哎不是 陈南 你这如意算盘 打得可真好啊 你们不愿意 我们就该当冤大头吗 对啊 你们不愿意一百万养吗 那我们就愿意啊 腾子 你 你们 你们一个个看看 把妈吃的都不亮了 哭什么哭 跟着我们两个走不就完了吗 非人想着给你的小儿子分钱 你想着他们两个 他们两个眼里啊 可只有钱 我嘞不是 大嫂 话可不能这么说 我们眼里只有钱 难道你们不是吗 大哥 小何 妈没有生养他们两个 我也不强求他们必须孝敬妈 可是你们两个不一样 妈从小到大那么疼你们 怀胎十月幸福把你们养大可能人 你们就这么对大妈 你们的良心过得去吗 我 我怎么不愿意了 是妈的不愿意来 我也没说 我又没说不养吗 拿出两百万我养 钱钱钱 你们两个就知道钱 你们两个怎么不跟着钱园里去呢 行了行了 别壮了我再上 你又不是儿子你不懂 消水自己的母亲 给我是不是儿子有什么关系 好 妈 你给我走 再两百万 我一分都不会给他们 啊 别呀 你说的要分给我一百万了 对呀 天安雪 你怎么出二分二了 你们根本就不配得到我的钱 哎 既然这钱可以分 那不如这样吧 那妈也可以分吧 苏平 你什么意思 既然大家都想要钱 也不想吃亏 那不如这样吧 这两百万 我们两家一人一百万 妈呢 我们两家轮流照顾怎么样 哎 对 还是我老婆说 我觉得这样对谁都好 大哥 你不会不同意吧 我觉得也行 嗯 这方法不错 妈 那你觉得呢 我觉得 也行 既然妈都没意见了 那就按你们的说法拜吧 等一下 这个轮流 这个轮流是怎么个轮流法 你们还没说清楚呢 这个轮流 也就是我们两家 互相轮流着照顾一个月 比如这个月在我家 到月底了你们接走 到下下个月中 你们再给我送回来就行了 我呸 我说你怎么这么好心 书萍 你可真是浑身上下都是新眼子呀 不是我说大嫂 你屁事咋那么多呀 我就提个意见 你还这不公平那不公平的 大嫂 我老婆想了那么好的办法 你怎么还不同意啊 大嫂 这次 你就哪里不满意了 我当然不满意了 这个月已经过了一半了 下个月还有31号 那就多一天 多一天也就算了 还让我们车接车送 我们又不是司机啊 这 你们真的要计较到这种地步吗 那当然了 他们不想吃亏 我们就得吃亏嘛 是来来回回的 开车不要加油啊 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呢 哎呦大嫂 你怎么就那么扣门呢 对 我就扣门 怎么了 你不扣门 你自己接你自己送啊 本来我们在城里 花销就比你们大 你们在农村老太太还能帮你们干活 来到城里就得我们伺候 大嫂 你也太不讲道理了吧 你们家本来就比我们家有钱 还非要跟我们争 你们俩真什么不要脸 怎么 我们家有钱我们家就活该受欺负吗 城哥 这个问题不解决啊 我是不会同意马帝咱家的 我觉得你少说的对 我们在城里 比你花销大 英雄 要不这样吧 你给我们一百五十万 给他们五十万 以后咱们不参加神父 哎呦 城哥 给我五十万 亏你们当老大了 这什么不要脸 够了 别吵了 你们这么兢兢兢党不孝顺 教练怎么教育你们自己的孩子 怎么面对城家的猎鼓猎勾 哎呀 杨雪 哎 这子 可不能怪我们家了 我们没说不养啊 妈 你先别哭 妈 我带你回城里 盈雪 妈去城里会拖累你的 妈也不想 城里的人骂你哥和你小弟 你们都听到没 你们这么嫌弃妈 妈还是一心一意的为你们着想 怕你们会挨骂 英雄 你不要亂说 我们不都在想伴啊 来来来 都出来 我们好好商量让大家看看 有吗 哎 让大家看 敞开天罩 发料 大哥 干啥这么大张旗鼓的呀 我们家的要求很简单 只要这钱呢 给够一百万 我们就轮流照顾一个月 我们可不像你们家 那么多的要求 你个村库 你说谁事多呢 怎么 本来就是你们事多 还不让人说了 反正 我们是不会退让的 你们自己的问题 自己解决 妈 你也别管 我们只是在这个善养问题上 不想要小子发生矛盾 今天 必须把这个事说成你 妈 我大哥就是不想养你 才找各种借口的 你可别被他给骗了 撑伤 有你这么说大个话忘了吗 你们别吵了 每个月月底 我自己走 这样 你们该同意了吧 什么 妈 你自己走 这大哥家和程哲家 开车都要两个多小时 您都一大把年纪了 怎么能走这么远的路呢 好啊 我同意 反正我们家是不会白送的 再说了 老太太才六十多岁 谁家的老同老太太还没走过路啊 我也同意 妈 反正我们家也没有那个条件送 以后啊 你要怪 就怪大哥他们家 可别找狠的不是啊 哎哟 妈知道 越底越粗啊 妈自己走 不行 我不同意 盈雪 妈没事的 妈 你都一大把年纪了 干嘛这么委屈自己呀 我不会同意的 程盈雪 你怎么这么多事啊 你妈同意 你哥我们都同意 你怎么就不同意啊 好 你要这么同意啊 那你自己接 我们他不接也不送 你 你们 你们这些人 迟早都会遭报应的 盈雪 你敢诅咒我和你嫂子最不像话 你们今天这么对母亲 以后你们的儿子 就会这么对你 妈 我不会让你这么委屈的 盈雪 妈真的没事 妈 你放心 我现在 就在市中心给你买一套房子 再给你一张五百万的银行卡 五百万 盈雪 市中心的房子 不是双买就买的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用不着你没操心 我今天就是要告诉你们 我程盈雪的母亲 不是随便就能受委屈的 这 盈雪 不不不 姐 你说 要给咱妈买房子 这等咱妈死了以后 这房子和钱 是不是就会送给伺候她的人吗 什么死不死的 姐 我老婆说话太直了 但是 我看您也是这意思是吧 妈 你把腰盖挺直 记住了 只有照顾您的人 才有资格和您一起住市中心 才有资格 达到您的五百万 孩子 你哪来的五百万呢 是啊程盈雪 你是不是扛我们呢 等我们真的答应养妈了 你是不是又要说了你买不起房子 哎就是 我刚才就没往这想 哎姐 程盈雪 你是不是在骗我们呢 是啊 那可是市中心的房子 我程盈雪说一搏 我说了买就会买 喂 下面说 现在立刻 给我准备一套市中心的房子 再给我准备一张五百万的银行卡 用我母亲的名字准备 是董事长 我马上准备好送过来 好 嗯 你们都听清楚了吧 房子和钱 什么 什么 你看程盈雪说话说的这么中肯 好了好了好了 程盈雪 你别再吹牛了 让林军听见多不好 程盈 赶快换没 到月子里说 快点 你 我说赶快换没 你吹什么牛呢 不怕林军听见笑话你吗 大哥 我怎么就吹牛了 好了你 一会五百万一会上米房 一定有吗你 大哥 你连这点东西都没有吗 你耐心等着棍一会就到 你不要在那拖延思念了 你说的什么了你 就是 我大哥说的对 爱装逼的人 能多装一会就多装一会 好 既然你们不相信 你们等着 我数三个数 就会有人把房子 和票子 给你们送过来 你别吹牛了 我看你数三百个数 也送不来 就是 有本事 你现在就数啊 好呀 三 二 一 陈小姐 陈董事长 我们来往了 夏秘书 你们怎么从那边进来了 董事长 不好意思 我们坐飞机过来的 停了后面 坐飞机 董事长 您吩咐的 已经办好了 这是 五百万的卡 这是北城市中心的房子 价值八百万 您过目 这 还真有秘书送 我说过 我不会撒谎 妈 你看看 这是给您的房产证 还有钱 你不用这么委屈自己 他们要发给你才对 这 这个是给我的吗 我真的有钱了 是的吗 是女儿以前不孝顺 这么久才出人同地 以后 你再也不用受委屈 不用再看他们的脸色了 以后 我也会给妈 送各种名贵礼品 你现在还觉得妈是累赘吗 婆婆 姐 我错了 我错了 我以后 再也不嫌弃妈了 我把妈 供不起来 对对对 姐 你放心 以后啊 我婆婆 就是我亲嘛 我们 一定会好好照顾她的 冬天 不会让妈冻着 夏天 更不会让妈热着 你们这话不要和我说 你们应该 给妈发誓 做承诺表忠心 我说过了 这房子和钱 都在妈的名下 妈 妈 我给您磕头 以前都是我不好 没有照顾好人 以后 我一定会好照顾你 你跟我们一起生活吧 对对 妈 我也不跪下磕头 以前我真是该死 我求求您 别跟我们计较 啊 您就选我们家吧 我求求您了 妈 你还是选我们吧 你刚才 不是选了我们吗 说明 在你的心里 我们还是孝顺的 你又选了我们吧 妈 你放心 这一次 你选的神 他们都不会有怨言 我都会给你撑腰的 我 妈 你又别犹豫了 给我们回家 对呀 妈 我还给成家生了孙子呢 难道 你不想去看看你孙子吗 只要你现在开口 我们现在就可以开车回家 对 给我们回家 好似好似的背景 你们胡耻 刚刚就是你们拒绝妈了 现在怎么还好意思 跟我们抢妈 就是 你们一家人也太不要脸了 姐 你可一定要做主啊 千万不能让妈去他们家 他们一家人 可都是蛇蝎心肠啊 我们蛇蝎心肠 燕雪 你可别听他胡说 他贼喊说贼 我早就听说有人说了 他平时对他妈 可没想劝他脚踢啊 你 你胡说 我没有 我不说 燕雪 你现在就可以带他妈 去城里宴伤 你看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 承泽 妈身上的伤 真的是你打的 妈 说 姐 我痛了 我这么痛了我再也不敢了姐 是啊姐 饶了我们吧 好啊 真的是你们 保镖 给我长嘴 是 啊 姐 别饶了我们吧姐姐 我再也不敢了 妈姐 饶了妈妈你救我呀妈 妈 有许啊 他们进来给他打妈 够不了妈妈交给他呗 对呀有许啊 平时我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没想到他们如此涉鲜心肠 妈 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呢 你看看你身上这些伤 妈 你又给我们回家 我们比如啥看的那样 那要对奶的 就是啊妈 我们全家人都会好好孝顺您的 这酥皮啊就是平时太坏了 这么多年 都没给咱们成家 添个一儿半女的 您早就该凶了他 对啊英雄 这件事 一定把妈办好 咱们成家 怎么能有这样的逮捕儿媳妇 不不不 妈 姐 别让我离婚了 我以后一定会干好的 求求你们了 你自己被谁就没有妈妈 你怎么能对妈下来出手 妈妈 我给你磕疼 我给你磕疼 姐 你打我 你打死我 我再也不敢了 丞泽 你就是这么大儿子的吗 啊 妈从小就念你 你是我们成家最小的孩子 妈从小把你捧在手心 还在嘴里怕话了 捧在手里怕碎了 你就是这么对妈的吗 姐 我知道错了 妈 妈你饶了我 我知道错了妈 饶了我妈 英雄 还是找妈 给我们去生活吧 对啊 这钱和房产赚 够了 就你们 也配当儿子 妈 我带你走 你别再委屈自己了 我带你去城里生活 你也不用担心我养不活你 我是董事长 我一定可以的 哎 哎 妈跟你走 跟你走 虾米说 以后 不许这些人 靠近我和我妈拜托 他们任何人有费难 都不许帮忙 是 妈 我带你回城 哎 妈 妈 我看 月轎 怎么成这样了 回城